2010年,无数的抗日神剧涌入电视屏幕,却只有雪豹横空出世,被誉为媲美亮剑的神剧。 故事始于1932年的上海,1月28日,日军突然向雅北地区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中国19路军奋起反击,开始了著名的128松户抗战。 国民狗命军在营长陈正伦的代理下,正与进犯日军殊死搏斗,战斗进行的异常惨烈,上海富家子弟周文和他的同学陈怡,驱车赶往前线运送物资,陈营长听说他俩专门来到前线,呵斥他们简直是胡闹,并命令秦武兵护送他们撤回后方,鬼子又一轮进攻也随即开始,秦武兵身重树枪壮烈牺牲,周文和陈怡看到这一幕甚是震惊,两人害怕地紧紧抱在一起,他俩觉得可能会死在这里,便互相吐物心声, 导出相互之间的爱慕 你怕吗? 二伟,我们估计回不去了 陈奕 我有一句话 早想对你说了 我爱你 我也是 我们永远不分开 永远在一起 眼看弹尽粮绝,士兵也一个个倒下,陈正伦知道可能守不住阵地,便送给他们一颗手榴弹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就把他拉抢 鬼子一步步逼近,陈营长命令大家上刺刀,准备和鬼子决一死战 还好援军即时赶到,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一应应让唐德奉命增援 弟兄们辛苦 我们来晚了 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还有 那两个学生,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随后周文和陈怡被送回了学校 在战火持续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慢慢熄灭 但繁华的大上海已经满目疮痍 陈怡和同学张楚 商量刚成立的戏剧先锋社 他提议让周文也参加 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 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说话间周文出现在他们面前 邀请陈怡共进晚餐 可陈怡却谎称晚上和张楚有事 以此拒绝了周文 陈营长带人来到学校门口 而他死刑的目的 是让周文的大哥刘远帮忙办一件大事 刘远和刘志辉是周文父亲的养子 三人从小一起长大 亲如兄弟,众人相约在西餐厅商谈 他们都是好兄弟,啊,来,来 老板,对不起 却意外碰见在这里打工的陈怡 而他正被两个日本人挑戏 周文直接买下了整个餐厅 将日本人赶了出去 并在门口竖了一个牌子 去门口的一块牌子 日本人获得入内 周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周文让小回送走陈怡 回到座位后 刘三才告知此行的目的 原来他获知日本商会藏了一批烟土 为了避免毒害民众 计划将其全部焚毁 不过需要周文的大哥刘远配合 等我大哥安排好了 我会通知您的 拜托了 不久过后在日本商社 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 以私藏枪支的名义 带走了商社的日本人 走啦,回警局 卢三趁机烧毁了全部的烟土 另一边,两个日本浪人又盯上了陈怡 大街上竟然想把他掳走 得知消息的周文匆忙赶到 不顾危险冲了上去 结果也被日本人打得遍体鳞伤 正好张楚带领同学们及时赶到 两名浪人剑寡不敌众这才退去 得知对方是北城武馆的人 张楚号召大家去政府部门请愿抗议 周文知道这些根本不起作用 于是遣散了众人 身为周公馆的少爷 周文何时受过这么大的侮辱 况且对方还是日本人 周文回到周公馆 找出父亲的手枪 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 弟弟刘志辉剑拦不住他 只得赶紧去找在警局当警长的大哥 周文提着手枪来到北城武馆 面对阻拦 直接开枪击中了一人的大腿 又打死了带头欺负陈一的三浦 其他日本武士纷纷上前 双方对峙剑拔弩张 此时刘远带着一对警察赶来 轻而易举地带走了周文 在车上刘远让周文赶紧回家 以躲避日本人的追杀 这时的北城一刀流武馆里 小林发誓为自己的弟弟三浦报仇 周文慌慌张张地回到家 父亲一看就知道他一定闯祸了 周文知道隐瞒不了 便老是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周继先听后立刻就察觉了 事情的严重性 让他明天赶紧回苏州老家躲避 其实正值双方停战和谈期间 这件事惊动了双方高层 国民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 下令一定要严办此案 尽快捉拿周文归案 而负责此次任务的曹营 却是我军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卧底 我调查过 确实是日本人挑事在先 完全怪自于那个学生 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 周继先 只要他爸爸不是日本人 你就去把他给我抓来 犬子就在书房 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把他带走 周老先生实在是对不起 我只要还活着 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 警察忌惮周继先的威望 也不敢硬闯周公管 只能不了了之 他们怎么贪人这么一差事 此时的周文在和陈怡告别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突然警察冲了进来 当场逮捕了周文 周公子 请吧 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 请我吩咐 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了 我死也不来 对不住 对不住了啊 曹颖找到大哥刘远 别动 到前面拐弯的地方请一下 两人真正的身份都是地下党员 曹颖是刘远的上线 将他下达了新的任务 要求他考入中央军校 刘远向他询问周文之事 曹颖也很是为难 刘远和智辉跪在周季欣面前 恳请父亲大救周文 周季欣此时更是心急如焚 陈怡和张楚等同学游行请愿 要求释放无辜学生 这时的政府也被日本人威胁 信他们在三天之内必须处决周文 市长碍于两边的压力 甚至为难 周季欣是早期同盟会成员 曾与中山先生共事 龚承深救货隐退从商 在当时的政商两届都有很高的名望 他携重心找到市长 市长面对前辈却难以承诺 学生的请愿并没有让政府妥协 还被警察局长下令抓了起来 周文听到了同学们的呼喊声 我们到市政府去抗议 他们就把我们抓过来了 周文 你放心 他们只要一天不吃饭你 我们就一天不吃饭 我早就跟你说过 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的 张楚啊 别这么干 市长得知学生被抓以后 大发雷霆 亲自去牢房释放了学生 从牢房出来的陈与想到一个办法 去找陈应长来帮忙解救周文 陈应长得知消息后 当即决定逮捕下前去 可还没等到部队集结 便被早已埋伏的宪兵团团为助 所有的人都被绞了线 陈应长只能仰天长叹 第二天晚上 周文在日本人的监督下被蒙住头 来到警局的后院 进行简短的宣判后 所有子弹都射向了周文 不久过后警局后门一阵骚动 市长和几个警察 压着一个蒙着头的人 原来他们用一个死刑犯代替了周文 大哥刘远开车偷偷接走了他 在半路周文让刘远停车 他要去和陈一座最后的告别 见面后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不过眼下形势紧迫 周文不得不离开 他送给陈一一块玉座为信物 你把他留在你身边 就如同步在你身边一样 这个时候妈妈送给我的 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你和肖伯父的女儿肖养 随米见过面 但是咱们和肖家的这门亲事 在你没生下之前 就已经定下来的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明日就给你们成亲 这个消息给了周文当头一棒 他刚和陈一确定关系 心里怎能容下别的女人 成亲的事 我不同意 不答应也得答应 一拜天地 爹 这个亲我不能成 周文终于鼓起勇气 反对父亲给自己安排的亲事 他的举动让肖雅一家颜面扫地 而从未露过面的未婚妻 则在红盖头下默默流着眼泪 聚婚之后的周文 决定和大哥一起报考中央军校 但由于有案底 只能换一个名字 改个名容易 我叫什么名字 我就叫周卫国 哥 你是警察 这事你办来容易 我叫周卫国 深夜周卫国打算不辞而别 准备一走了之 就在他打开大门的时候 父亲却在背后叫住了他 他只得承认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周老先生也并未怪罪 并将一块玉佩交给了他 欲者国之中期 你既然明白 就应该知道 爹宋李玉的义 将来驰骋江场 惊中暴露 去处外出 撞我中华雄风 让我中华为名 周卫国跪在父亲面前 表示惠景尊教会 好好地报效国家 不久以后 周卫国和刘远顺利地 考上中央军校 结识了同寝室的孙星蒲和方胜利 方胜利是个性格直爽的大男孩 而孙星蒲却有些让人琢磨不透 实际上她是受国民党透处指派 进入中央军校 任务就是暗中监视所有军校学员 在新生开学典礼上 张志忠教育长 给学员做了简单的训话 然后从口袋掏出一封信 张志忠是一位 正直播性格刚烈的长官 误认为周老是想让他 关照周卫国 一位老先生 一位我曾经 非常敬重的老前辈 专程派人 从上海 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 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 后辈亲戚 在这里 我要对你们说 我们中央军校 没有公子少 他对这种走后门拉关系的行为 很是反感 吩咐教官对周卫国要严加管教 经过半年的军事训练后 军校举行实弹射击考核 每人十发子弹 轮到周卫国射击时 他想起上海保卫战的惨烈景象 一时间晃了神 才发现自己将前五发打到了 别人的把位上 教官当场宣布 周卫国打把成绩不合格 刘远和周卫国距离力争 教官勉强同意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必须要用五颗子弹打传以上的成绩 才能算合格 周卫国接受了教官的挑战 在学员的众目睽睽之下 周卫国举枪射击 第一枪就正中靶心 打出了十环 就连教官也没想到 周卫国四枪都打出满环 同学们欢呼雀跃 按照教官的要求 他的射击成绩四十环已经及格 周卫国看了看远方 一枪直接打掉了山顶的信号旗杆 全场更是一片哗然 教官只得回去报告教育长 张志忠听说周卫国枪法这么神 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许久未收到周卫国的消息 陈怡也是十分挂念 便贸然来到周公馆打听他的下落 周家当然会严守秘密 陈怡只能失落而归 中央军校的寝室里 大家谈论时下的局势 较来较去 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有这点功夫啊 还不如把东三上收回来算了 刘远说完孙星普脸色微变 方胜利问周卫国对时局怎么看 周卫国说他不感兴趣 此时的他正思念着陈怡 从学校毕业后的陈怡 在曹营和吴远山的主持下 同张楚结为了夫妻 这让同学田静很是不解 当然他并不清楚内情 婚后两人便跟随吴远山来到南京 其实陈怡和张楚只是假结婚 方便以夫妻的名义开展地下工作 不久以后刘远顺利的通南京地下岛 中药店老板吴远山接上了头 吴远山告诉刘远 他当前的任务就是继续在军校潜伏 学校放假两天 周卫国立即返回上海去找陈怡 然而当他来到给陈怡租的房子时 却发现房门紧闭 一打听才得知陈怡早已经搬走 周卫国觉得奇怪 便去找田静打听陈怡的下落 一直以为周卫国已经死去的田静 见到他是甚为惊讶 陈怡她已经离开上海了 离开上海 她去哪了 她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你别激动 陈怡 我们一毕业 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 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上海了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驾卫国 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她 怎么爱国啊 匈奴未灭何以为久 所以她才报考军校的 得了吧 那古人说 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她是做大事的人 这个女孩就是肖亚 原来周卫国得知陈怡结婚后 大受打击 浑浑饿地跑回了南京 在酒馆喝得鸣顶大醉 醒来后发现自己钱包丢了 准备当掉怀表换点钱 遇到一个正在当手桌的女孩 可当铺老板给的价格很低 周卫国实在看不过去 直接亮出军校许人的身份 为女孩讨回了公道 手桌一只 大洋一本 女孩心存感激 请周卫国吃早点 交谈中得知女孩是私自离家 前来南京探望 正在中央军校读书的未婚夫 女孩用到手桌的钱 给未婚夫买了很多礼品 想拜托周卫国带回学校 这姑娘心地善良美丽脱俗 周卫国对她颇有好感 良人一起来到军校门口 行了 你告我吧 她哪科的 叫什么名字 我 我知道她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 不 我不知道她是哪个科 上海 她叫周文 文化的文 周卫国一下子就懵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女孩 就是几个月前被自己聚婚的萧雅 心事重重地回到寝室 将事情告诉了大哥刘远 刘远告诉她有些事不能逃避 不久后三人坐在一起吃饭 周卫国对萧雅很是愧疚 可萧雅心里却一点也不曾记恨她 阿文报考军校 那是为国为民 我想 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 群人过的都是刀口上填写的日子 不过我不怕 面对这样一个善良的女孩 周卫国心里五味杂陈 很快萧雅在女子寺中找到了工作 并在学校结识了同为教师的陈怡 只不过此时她已经改名叫做李佳 原来陈怡和张楚来到南京后 为了方便开展地下工作 两人改名换姓 张楚开了一个书店 而陈怡则在学校当老师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 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萧雅来学校找周卫国 并告诉她自己已经找到了工作 还拿出全部家单位周卫国赎回了怀表 周卫国倍感愧疚 但也被这个美丽善良的姑娘感动 正如刘渊所说 既然陈怡已经结婚 就没必要再留恋了 她应该去面对萧雅 那么好的一个姑娘 对我那么好 我跟你讲 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 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 我一定会喜欢上她 说话间 弟弟刘志辉前来探望他俩 兄弟三人许久未见 兴趣勃勃的在酒店喝酒相聚 志辉听说萧雅也来到南京 却儿哥要好好对待这个未来的嫂子 不过临走时 周卫国还是嘱咐志辉打听陈怡 陈怡经常听萧雅提起她的未婚夫 也是要求带她一起来家里做客 可是周卫国还是不愿意和萧雅出去交际 多次搪塞萧雅 也就错过了同陈怡见面的机会 时间一天天过去 萧雅的温柔终于打动了周卫国 她和萧雅坦白了自己感情的经历 也解释了当初聚婚的原因 而善解人意的萧雅却并未责怪 并表示她才是自己值得爱的男人 她和萧雅的感情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一年以后在军校毕业典礼上 没曾想收到上级通知 中央军校这一届的许元要再读一年 得知要推迟毕业 协员们均为不满 刘雅你倒是说说 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 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 让我们打内战那怎么办 怎么办 我觉得 现如今日本人 占据着我们台湾 东三胜 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搞歌剧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 能够顾全大局 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 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 刘远的一番言论 让在场的同学都心服口服 孙心浦也对她更加刮目相看 不过她还是私下找到刘远 劝她要谨言慎行 不久以后刘远接到上级指示 却会见地下党在南京的联络员 十分谨慎地找到街头地点后 她见到了接待她的人 来人正是她的老相识曹颖 曹颖 快进来 曹颖此次前来是有了新的任务 组织决定让刘远打入中统 并相约下次在新街口的干果店见面 客户处对孙心浦提供的 血缘监视报告颇为不满 指责她故意忽略刘远思想倾向问题 孙心浦也意识到在军校内部 一定还有和自己身份一样的客户 随后她就展开了对刘远的全面监视 不过她发现刘远一场后却并未告发 两人在干果店见面后曹颖告诉刘远 南京地下联络站被叛徒出卖 让她尽快通知其他人迅速转移 刘远还没来得及打入中统内部就宣告失败 等吴远山街道通知赶到的时候 联络站已经被敌人捣毁 这一幕全部被孙心浦看到 并由此确认了刘远的身份 中统的特务迅速赶到军校对刘远展开抓捕 正当他们要带走刘远时 郊玉长张至终带着宪兵及时赶到 表示必须查明刘远身份再做决定 并将刘远暂时关押在学校宪兵队 此时的周卫国正和逍遥逛父子庙 却在街口看见一张通缉告示 竟是悬上捉拿江阳大道刘三 周卫国不由的大惊 混在人群中的刘三也看到了卫国 只是没敢上前相认 周卫国回到宿舍 从方胜利口中得知刘远被捕的消息 几天内可能会被秘密枪决 周卫国暗暗发誓 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也要救出大哥 可宪兵队看守很是严密 周卫国暂时也无计可视 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几经周折 周卫国终于找到了刘三 两人制定了周密的营救计划 第二天晚上 周卫国悄悄离开寝室 找到早已等待多时的刘三 两人穿着军校学生的衣服 潜入宪兵队打到守卫 很顺利就找到了刘远 巡逻的军警发现岗哨被袭 一是带人冲进了牢房 看到窗户被破坏 军警误以为他们已经逃走 一时又追了出去 三人却从屋顶跳了下来 随后就迅速逃出宪兵队 周卫国和刘远匆匆告别 哥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 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因为你是我哥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 此次实战演练 分东西两军 此次实战演练 皆以实战标准进行 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 苏永卿将军 率教导总队 组成西军 第九七学院总队 组成东军 大家听明白了吗 明白 中央军校第九七即将毕业 所有学员将面临最后一次考核 开战多兵种联合演习 周卫国担任东军突击队副队长 孙新普为正队长 他们率领小队秘密穿插道指定地点埋伏 周卫国用望远镜发现了敌军的一个基地 当即决定潜伏进指挥所 竟然偷到了一份敌军作战地图 通过对西军兵力配置的研判 决定改变作战策略随即找到队长孙新普 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 掩护大部队总攻 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时 这谁都看得出来 新普 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 这一仗就赢了 这头工记着你孙队长身上了 必须执行命令 胡闹 我是队长 你们谁都不去去 绑了 你们敢 新普队队长 队长怎么绑了 途击队训员空前团结 顺利穿插到敌军营地 干掉岗哨后 一举冲进了指挥部 并宣布所有西军指挥官被捕 花音未落 一排子弹打在了周卫国等人脚下 周卫国怒斥质问为何使用实弹 这才看见对面竟然是一群降级以上的军官 为首的竟然是德国军事顾问冯赛克上将 以中国军官斥责周卫国 违反演习规定私自越过道对方闭盘 并下令对周卫国等人进行缴械 还好冯赛克上将及时阻拦 老冯用德语问他们是否服气 身边的一官还未来得及翻译 周卫国直接用很流利的德语回答了问题 冯赛克最终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他非常赏识周卫国的军事素质 随后将军宣布周卫国所在的东军 获得演习的胜利 演习过后 周卫国便亲自向孙心仆道歉 孙心仆道也不是小度鸡肠之人 并未将绑架之士放在心上 不久德军上将亲自来到学校 邀请周卫国去德国军校深造 周卫国只得答应 来到女子寺中找到肖雅 两人不得不再次推迟婚期 肖雅虽然很难受 但还是理解周卫国的决定 这么不相信我 你担心你一走就会嫁人吗 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我爱你 我就应该为你着想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 卫国 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 顶天立地的男子和大丈夫 变好的男人 我要你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我要下辈子 下下辈子 都这么抱着你 一辈子哪儿够啊 不得过留学之前 在张志忠的办公室 周卫国惊异地发现 父亲周季仙也在 他万没有想到 自己父亲和张志忠 竟然是至交好友 周老对渐渐成熟的周卫国感到欣慰 但还是严厉地告诫他要在接载里 我告诉你 萧雅是个好孩子 要好好地带着 爹 那你要保重啊 这你放心 你走以后我就归宿主老家去 上海也不谈 1935年秋天 周卫国和孙星普等20名中央军校学员 习程前往德国 萧雅依依不舍地送别了自己的爱人 不久以后 学员们来到德国军校 周卫国发现在这里 中国人饱受各国学员歧视 他按下定决心要好好努力 让那些人不再小瞧中国人 在柏林军事学院图书馆里 周卫国遇到了一个同学 此人用汉语主动与他打招呼 周卫国以为对方也是中国人 本来很是惊喜 你也是中国人啊 你是哪个城市的 我叫周卫国 此人正是周卫国一生的宿敌 日本北陈易刀流的传人竹夏俊 我叫竹夏俊 是日本京都人 请多多观照 但得知对方是日本人士 周卫国脸色微变冷冷地表示 不愿意和日本人交流 此柏林学院的测试训练很快就开始了 教官为了让学员们体会特种作战 与他们进行了一场实战对抗测试 判思上校的武器只有一把小手枪 他需要对抗两组学员 第一点就在身后的废弃厂房 第一组二十个学员进去以后不到半个小时 便一个个灰头土脸的走了出来 他们全部正忙无疑幸免 等在外面的第二组学员们全部惊呆了 第二小组进入仓库 此学竹夏俊展示了他的领导能力 将到汉斯上校利用隐蔽地形 然后各个击破的特点 竹夏俊将所有学员集合起来 叮嘱大家集中行动不要分散 但他还是低估了汉斯的特战能力 很快就击毙了庶民学员 放开你 这是你的错 你把我们一起了 混蛋 你的混蛋 这让我们更快失去 让他能够继续 如果我们团队 我们为伴侣更简单 我们自己决定 我们自己决定 开始吧 皮尔小组也损失惨重 不久以后 幸存的学员只剩周卫国和竹夏俊 两人被靠背警惕着四周 时间也慢慢流逝 在极度的紧张之下激发了两人的勇气 周卫国提出只有两人联手 才可能打败强大的对手 两人同时出击 对着头顶上的汉斯开火 不久以后 周卫国和竹夏俊走出仓库 身上有被击中的痕迹 汉斯上校随后也走了出来 他宣布和两人打成平手 并表扬了周卫国和竹夏俊的优异表现 学员们热烈鼓掌 竹夏俊向他伸出右手 周卫国稍稍犹豫 还是握住了他的手 回到宿舍 周卫国为日本有这样的人才感到震撼 所以他决定学习日语 以便更好地了解竹夏俊 两人再次在图书馆相遇时 竹夏俊看到了周卫国手中的日语教材 对不起 我今天来这里 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 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 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 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 从现在开始 由我教你日文 作为朋友 我应该帮助你 从此周卫国跟随竹夏俊学习日语 这天竹夏俊带着周卫国来到日乔区 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剑道馆 在这里竹夏俊受到极大的尊敬 剑道馆老者请求竹夏俊指点弟子们剑道 他也欣然答应 几回合下来竹夏俊轻松取胜 走出剑道馆后 周卫国震撼于竹夏俊高超的剑道 询问后才得知 他竟然是日本北辰一刀流的大弟子 年纪轻轻剑道水平就达到八级 周卫国提出要跟随他学习剑道 竹夏俊欣然答应 从此以后两人经常一起切磋 周卫国的剑道水平也突飞猛进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918事变 侵吞我国东北后 陆续向华北送兵 1937年7月7日 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不久以后 两人再次对战 周卫国发现对方心不在焉 严实发动猛攻 这是周卫国第一次打败竹夏俊 原来两人都接到回国的命令 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 你就是我的敌人 我绝不手软 帮你帮我帮你 我欠日本败 这是全有名的事 为什么 日本要求中国 回復中国 中国在睡着 中国在睡着 死 周卫国和孙星普等人紧急回国 来到中央军校报道 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 众人意气风发 随后他被授予少校军衔 为任成为87世的522营营长 并被告知两天后出发开往前线 随后周卫国赶往女子中学 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未婚妻 肖雅告诉她 大哥刘远也在南京 中共代表团工作 第二天四人相聚 众人把酒言谈聊起往事 孙星普这才得知 刘远当年从信兵队逃脱 都是周卫国一手策划 不过现在国难当头 三个男人都觉得 现在应该摒弃派别之政 大家都是兄弟 应该以国家大局为重 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7年8月14日 张志忠将军 率领87-88时 向上海鸿口 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 中日松户会战正式大响 周卫国随同大军开辅松户前线 随即就投入战斗 眼见敌人炮火猛烈 周卫国灵活指挥 六二连发动洋攻吸引地方火力 而自己带一个排的兄弟伪装成日军 准备潜入到鬼子背后 摧毁他们的排气炮阵地 周卫国穿着日军军服 大摇大摆地走进敌方控制的大楼 流利的日语让他很快就骗过门口的守卫 来到顶楼没想到还有两个少兵 随后利用牵引绳爬到对面楼顶 而底下正式敌军排气炮阵地 周卫国带领一个排的兄弟 偷偷绕到鬼子身后 一决打掉了他们的排气炮阵地 四文炮不用试射 对着日军阵地 实发起诉射 是 这是他指挥的第一场实战 战斗进行了异常艰苦 张志忠将军亲自到前线未问 当得知周卫国所在的部队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阵亡 他现场任命周卫国为五二团团长 并提升他的军衔为上校 1937年11月11日 欲军攻占清普 中国军队撤出阵地 上海也宣告沦陷 周卫国所在的512团改为独立营 负责掩护全军撤退 可还没走多远 侦察兵便报告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追上 在得知鬼子只有一百多人后 周卫国很失气愤 周卫国当即决定沿路设服 消灭了鬼子的这股部队 不久独立引赶到昆山战地医院 周卫国识别出一群渗透的日军 他们整齐地穿着国军的衣服 根本不像是大战后的样子 当即命人拦住了他们 咋你们停下来 听见没有 快点停下来 弟兄们 你们可以给我们做主啊 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啊 兄弟们 兄弟们 别激动啊 兄弟们 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我们的人都死了 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 还招打我们 兄弟们 他们情人太深了 看到了吧 这个人 不是中国人 只有日本人 才会穿这种像尿片一样的东西 带队的还想狡辩 终于确定了身份 可对方又拿出日内瓦公约 要求周卫国必须善待俘虏 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了 不过我记得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 对于战俘的定义是 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 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 包括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 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 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 周卫国奉命前往南京报道 途经宿舟老家事 碰见正在劳军的父亲周济仙 父子俩在战火中重逢 两人军事感慨万千 可周卫国有军物在身 不能再次久留 临走前周济仙留给他一幅血书 为父在这儿等了你这么多天 终于把你等到了 把这个交给你 我也就没什么遗憾 智慧也考上中央军校了 儿啊一定要记住 个人得失荣若 对这国家利益 那是微不足道 孩儿紧记爹的教导 记住 我寇趋近日 我儿还家时日 周卫国含泪告别父亲后继续向南京进发 此时的南京城已经风雨飘摇 正被大批日军包围 刘远来到女子中学找到肖雅 劝她跟随自己一同撤离南京 但肖雅为了等周卫国 婉拒了刘远的好意 不久过后周卫国也赶回南京 由于阻敌有功 独立营也被扩编为加强团 周卫国被任命为上校团长 并被派驻七霞山阵地 周卫国给肖雅打来电话 库边两年之后 她终于再次听到肖雅的声音 我现在回不来看你 等我打完仗 我一定来找你 卫国 你还好吗 好 库边的队伍里竟然还有老熟人 就是她在黄埔时候的同学方胜利 周卫国第一眼看到性格憨直的徐虎 就十分喜欢 当即就抢了过来做自己的警卫员 随后部队集结准备开赴七霞山 放心不下的肖雅独自来到军营 周卫国送给她一支小手枪 一座防身致用 两人一一惜别 周卫国率不赶到前线 七霞山阵地已经是一片狼藉 驻守在此的七五八团损失殆尽 周卫国命令安顿好伤员 随即开始了对日军的阻击 而另外一边 日军分析南京城称斥坚固 很难轻易攻下 登任日军特种部队指挥官的竹下俊提议 利用自己的特战队从下水到秘密潜入 于外围的日军主力里应外合 齐袭了光滑门 南京城就此失陷 边一边 周卫国顺不苦首期霞山阵地 在日军炮火的覆盖下 部队损失惨重 慈学突然接到总部撤退的命令 周卫国非常不甘心 听说南京失陷也只能放弃阵地 沿途遭遇鬼子的埋伏 只得带领剩余的几人退入城内 想起潇雅还在学校 三人立刻前往女子中学 南京城内已经是一片狼藉 龟子烧杀抢虑无恶不作 大家忙着收拾准备逃走 日本人已经进城了 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 肖老师 赶快和我们一起走吧 你们先走吧 我答应了我外公夫 要在这里等他的 放心 没事的 可是 你们先走吧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 还没来得及逃出去的老师们 被日军拦住 隔着窗户看到鬼子 正在糟蹋着同胞 肖雅甚是恐惧 两个日军闯入她的办公室 肖雅找出周卫国送给她的小手枪 战战兢兢地对着日本鬼子 可是她一个弱女子 怎能逃过畜生的魔掌 他们抓住肖雅 准备对叛施暴 周卫国三人这时也赶到学校 抬枪击毙了门口的鬼子 听到声响里面的日军架起了机枪 肖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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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卫国封了一般想冲过去 被方胜利拼命拉住 外面的敌人也越来越多 快走快走快 肖雅等我 肖雅 我来救你 肖雅 你快走你别管我 肖雅此时明白 如果再这样下去 周卫国也会葬身如此 捡起周卫国送给她的手枪 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 肖雅自杀身亡 这一切周卫国都看在眼里 但以无能为力 被方胜利和徐虎死命拽出女中 周卫国冲了出去要为肖雅报仇 却被击中倒了下去 徐虎被这受伤的周卫国逃出南京 为了掩护他们 方胜利只得留下徒主追兵 随后却陷入重重包围 方胜利壮丽牺牲 面对如此情景 竹下俊也极为震撼 远远听到枪声 徐虎知道方胜利 凶多吉少 只能带着周卫国跳入冰冷的江水中 奋力向江北岸游去 而四周一片寂静 两人九死一生逃出了鬼子的包围圈 周卫国伤口而化 担心自己这样会拖累徐虎 让他自己先走 徐虎无奈只得打晕周卫国 给他换上村民的衣服 天亮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农家 幸得收留养伤 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 周卫国伤势终于由左好转 徐虎告诉他 江南大部分地区已经被鬼子占领 国军在徐州一带集结重兵准备和日军决战 周卫国当即决定北上寻找部队 两人辗转来到徐州 却发现这里已被日军占领 他们决定混入城中一探究竟 遇到了一个女孩被鬼子调戏 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 解决了两个日军救出女孩 却引来了鬼子的巡逻兵 三人只得撤退 危急关头 有人出手将三人救下 而此人竟然是和周卫国阔别许久的刘远 经过这一番打斗 原本就很虚弱的周卫国旧伤复发 看到大哥后就昏倒在地 刘远此次的任务是负责护送爱国青年 去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参加革命 周卫国救下的女孩叫范小雨 是随队的医生 看着病重不省的周卫国 刘远决定带她去虎头山根据地治疗 可八路军班长赵捷坚决反对 她表示不知二人底细 万一情报细漏后果不堪设想 在刘远夷在坚持和范小雨的劝说下 赵捷才勉强同意 第二天小分队出发 众人咒服夜出 艰险地跨越了敌人数到封锁线 范小雨感激周卫国的救命之恩 一路上细心照料 周卫国的病情也慢慢好转 在一处陡峭的山凉前 搬家没法抬过去 徐沪决定自己被这周卫国赶路 就在这时 侦察兵报告说山下发现一股日军 情绪一直低落的周卫国 突然掩路雄光精神大战 随后众人来到山顶 果然发现鬼子正向他们搜索而来 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 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 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 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 众人都很惊讶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为何对日军的配置了如指掌 可眼下形势严峻 首要任务是设法阻击这部日军 赵捷立刻命令所有战士分成两组 刘远带人护送学生往山后的玉米地转移 自己带另外一组在此实施阻击 周卫国却叫住了他 我们现在有两个有力条件 第一 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 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地 第二 这儿的地形对我们还算有力 我们可以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赵文长 在学生跑进玉米地之前 绝对不能让鬼子摸上山顶 赵捷想不到一路为民的周卫国 简单几句话就分析出敌我态势 周卫国当即制定了阻击日军的计划 陈卓冷静地给每个人分配任务 他让徐虎带上手榴弹占据之高点 自己和剩下的人在不远处埋伏 日军大部队越来越近 周卫国抬枪对准其中一名军官 鬼子头部中枪立刻毙命 另一个军官反应玲米 躲过了赵捷的子弹 一看有服兵立即乱了阵脚 战斗打响 周卫国和徐虎形成家际之势 鬼子纷纷倒地 剩下的日本军官组织反击 在连续毙数人后 周卫国通知大家运回撤退 学虎断后埋下鬼雷 日军迅速抢占了制高点 一声巨响山顶开了花 诶 你没事吧 没事 他最好的这张药就是大鬼子 周卫国扫了一眼周围的玉米地 他知道此时这种环境最怕火攻 老赵 快让人拿刺刀把这些玉米都砍掉 为什么 快 走 跟我来 果然日本军官命令焚烧玉米地 众人躲在不远处一栋不敢动 周卫国让学生们把书包装上石块 挡在众人身前 日军端起机枪对着玉米地一通扫射 还好众人都躲在书包后面 不过刘远还是不幸中弹 眼看日军越来越近 周卫国只得选择率先出击 连掌许光荣带援兵胆道 对日军形成前后夹击 一顿轰炸过后 战斗很快结束 剩下几名顽抗分子 纷纷退出枪中的子弹 大伙以为他们是要脚枪投降 可周卫国却像是杀红了眼 将剩余的日军一个个击杀 住手 你什么人 啊 怎么都随便开枪呢 没看见这帮鬼子 已经把子弹推出来了吗 正在那眼睛看看 他们是俘虏吗 没放下枪他们就是敌人 他们退子弹是为了 怕拼刺刀的时候 杀到自己人 日军举会观战了出来 嘴里还是那一套 要和周卫国单挑 结果不到一个回合就被秒杀 众人顺利到达虎头山根据地 见到了参谋长李勇 刘远伤势严重 只能转送到越州城治疗 周卫国和许虎也暂时安顿在阳村 听赵捷汇报完一路的经历 团部参谋长李勇怀疑周卫国的身份 此时的赵捷对周卫国十分佩服 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 他突然间精神了 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 眼看问不出有价值的线索 于是找来随对医生范小语 谁知小语一来却给他俩上了一课 对 是 是 小语同志说的对 你们俩是知道 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 应该提前去监狱我们才对 我们想了解一下 周卫国和许虎这两个人 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 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 不过呀 多亏带上了他 要是没了他呀 黑赏港那一仗 还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小语同志 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 他们也是军人 军人 这就对了 接着说 我听见徐虎 管周卫国 教团长 他们也打过日本人 参加过南京保卫战 军人周卫国是国民党军官 李勇对于他们的身份 显得十分愤怒 怀疑他们来此有其他目的 现在唯一知道内情的刘远不在 李勇决定将二人暂时监管起来 在查清二人身份后 自作安排 我们有多少亲人 多少战友 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不知道我李勇 有多么恨国民党吗 另一边两人准备外出 却发现门外有人把守 雪虎甚是气愤 两人本来就没想要来虎头山 在这里还处处被人怀疑 二人从房顶爬出 却碰到正要去找他们的范小雨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哎呀 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 不受欢迎 嗯 谁不欢迎你们了 要是欢迎的话 干嘛找两个人 帮我们勘押下来 勘押你们 嗯 老子替你们打鬼子 救你们的命 就这么对老子 范大夫 你还是让我们俩走吧 了解完内情后 小雨决定亲自送他们离开 当李勇得知周卫国逃跑后 临走前还给美人发饮员当路费 团长 这个娘子唱的哪出啊 咱俩还落两块 周卫国看这老大有点意思 决定留下来打鬼子 当天晚上两人就抹上清风寨 不会吹灰之力 将清风寨自大金刚制服 从睡梦中惊醒的朱子民 看到两个陌生人 坐在自己房间大吃大喝 顿时惊讶不已 来人 来人呢 好 好 好 猪大哥 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老板 事业造访 事有何贵干 那个 朱大哥 这位 是我老大 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 投奉您的 略斩身手多有冒犯 朱子民十分佩服周卫国的身手 当晚就召集所有人宣布 让周卫国当清风寨的二当家 四大金刚很是不服气 要挑战周卫国 当然这种事一般都是徐虎出面 这些土匪哪是虚虎的对手 没几下就全部撂倒了 众人无话可说向周卫国行礼 另一边团长邱明带着警卫回到虎头山 同行的还有新任团参谋张楚 这下虎头山可热闹了 他和正位吴远山算是老乡时 时隔多年张楚和陈怡也再次相见 日军在齐峰口修建据点 而齐峰口是虎头山的咽喉要地 团长邱明亲自主持会议 决定主动出击 拔掉这个据点 另一边周卫国用自己的方法训练土匪 很快京凤寨也形成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收到八路军要攻打齐峰口的消息后 周卫国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一是连夜把京凤寨的人拉到一线天 并让朱子明在山头埋伏 众人不明所以 为何不去齐峰口反而再次埋伏 这离哪最近呢 离 离蓝阳县城近呢 可离齐峰口可就远了去了 是啊 八路在齐峰口打 咱们这离鬼子的蓝阳指挥部最近 齐峰口一旦有什么失误 鬼子一定会排兵增援 我们就躲在这儿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朱子明十分信任周卫国 要求所有人就按他的命令行事 土匪们在周卫国的安排下 用杨卉扑成假的反坦可追 地上挖坑埋上假地雷 还插上红旗作为标识 看着周卫国带人忙活 赵守田心里想着这些小把戏子 能骗过鬼子 而在一线天的朱子明 正在为伏击做准备 虽然周卫国安排得出神入化 但是有些人还是不能理解他的做法 咱要忙活半天鬼子不来 不白忙活了吗 鬼子他能走这个地方吗 是啊大哥 你看看这个地儿 就这一条路啊 一看就像有埋伏的地方 你再看看 这两边这都是高山呢 我觉得儿当家子这么能打仗 说不准真能把鬼子引到这儿来呢 那鬼子能有那么傻吗 嗯 这个真不好说 把陆军全力攻打其风口据点 日军归缩在炮楼内 并及时呼叫来阳县支援 为了阻击鬼子的援军 许光荣和张楚在半路上射服 果然来阳县的援军出动 日韦军200多人和一辆坦克 沿着大陆火速开来 没多久就遇到周卫国的地雷阵 想不通为什么八路会建造反坦克追 日本指挥官命令开跑 一顿轰炸过后才知道障碍物都是假的 随后工兵小心翼翼地排雷 结果 指挥长明白这是要拖延他们的救援时间 于是再次上车全速前进 没想到刚开没多久就触发了地雷 坦克的履带被破坏 鬼子想尽办法也没接好 眼看前方战事紧急 无奈之下只能放弃坦克 该走小路继续朝其风口行进 鬼子的大部队刚走远 周卫国就带人突然发动袭击 解决了留守装甲车的日军 他让徐虎拆掉一个轮子 在装上履带 而埋伏在一线天的京风寨好汉 此时心里都在打鼓 大哥 要不咱们回去吧 这鬼子还不来啊 会不会 大哥 拿一刀 炸 炸弹一响一块巨石从天而降 挡住前方去路 紧接着峡谷中就炸开了花 京风寨的好汉居高临下 鬼子就像瓮中的王八一样 一时间死伤无数 身后日军的装甲车赶到 鬼子还以为是救兵 可炮声一响就猛圈了 原来是周卫国驾驶的坦克 米浦君 君是真正的勇士 我给你爆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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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分队赶到山奥时 放眼望去眼前白画画一片 众人全都惊讶不已 此时惊风战欢乐一片 周卫国的地位迅速提升 日文旅团长金卫文接到消息 大为震怒 立即赶到一线天 因为在偷袭的日军中 为首的军官就是他的侄子 金卫文法师一定要为他报仇 胡头山正在举行庆功宴 周卫认为之所以能全金其封口日军 是许光荣阻击了来洋方向的援军 当属投宫 等一等 其实这次打云 我们连鬼子影都没有看见 这个宫 我们不能要 为什么 这个仗 根本就不是我们打的 众人都疑惑 一线天的阻击战到底是何人所为 日军也不例外 他们知道八路主力在攻打其风口 不太可能还有那么多兵力埋伏在一线天 推测可能是国军的大部队所为 而在虎头山的周卫国去筹没紧锁 四大金刚都觉得跟着他打仗很过瘾 就想问他最近有没有其他计划 周卫国告诉他们眼下不适合再去人事 应该赶紧从京风寨撤离 众人一听要搬家 一下子都扫了心 这事啊 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 走 看看弟兄们训练 都不听周卫国的劝说 连朱子民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不理睬周卫国的建议 团长 看来你提着建议 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不久过后 一伙村民拉着马车正赶往虎头山 这是连日来乡亲们凑给八路军的军粮 可是没想到半路被京风寨的土匪打劫 两车粮食被抢走 负责接应的赵捷迅速带人追上 双方剑拔弩张 眼看就要发生冲突 哈哈哈哈 哎呀 算了算了 看着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 前些日子 听说了吧 鬼子的一个中队 在一线天被奸了 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什么 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 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 我们也不放在眼里 旧团长得知是周卫国带领京风寨的好汉 在一线天阻击了日军 爱财如命的他将李永和许光荣狠批一顿 知道周卫国这样的指挥人才实属难得 当即想吸收他加入八路军 于是安排许光荣陈毅和范小雨亲自前往京风寨 没想到刚一见面就被周卫国下令绑了起来 训练长 久违了 安文 周大哥 陈毅看到眼前的这个男人 竟然是自己苦苦找寻多年的周文 众人也摸不着头脑惊讶不已 其实周卫国心里也百感交集 他认为陈毅和张楚已经结婚 只能背过身去 不想让人看到他一眼的悲伤 李武得知八路军曾经难为过尔当家 当即就要扣押他们 可周卫国满眼泪花 下令放他们回虎头山 对 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 你为我庆祝你是个大鬼子的英雄 当初在虎头山 我违反军职送你走 周卫国 我看错你了 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 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 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人的队伍 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感的仁义之士 三人无功而返 许光荣是一脸的愤怒 球鸣并未责怪他们 决定自己亲自去拜访 凭女人的直觉 范晓宇觉得陈怡和周卫国关系不一般 陈怡只得解释说是同学关系 此时的周卫国也同样无法入眠 陈怡的出现勾起了他无数的回忆 赵守田和李武跟他开玩笑 结果被轰了出去 日军查到伏击他们援军的是金风寨 金卫文即刻下令 对金风寨展开围剿 日军连夜出发将山寨团团围住 众人知道想逃出去是不太可能 打算与死网破死拼到底 但周卫国其实早有准备 他知道鬼子一定会来围剿金风寨 事先已经和徐虎对周边的地形做了勘察 他命令所有人换上日军的军服 乘着黑夜出了金风寨 没多久就遇到鬼子的搜查队伍 周卫国沉着冷静 凭借流利的日语顺利过关 大家脱掉鬼子的军服 正为成功突围敬赫时 日军的追兵赶到 顿时两军激战起来 土匪寡不敌众 损失惨重 朱子明的两个老婆被鬼子打中 眼看着身边的弟兄一个个倒下 朱子明心如刀割 最后在周卫国的安排下 剩余的土匪拼死突围 才所幸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这时所剩的人马已经不多了 现在三面被鬼子包围 唯一的去处就是野人山 这野人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 那连最有经验的老猎户呢 都不敢进去 山上有张气 这山谷里是沼泽 这不行啊 还是当家的 那你还有别的可去的地方吗 通过观察周边的地形 周卫国发现此处适合埋伏 只要偷掉敌人的小队 就能补充弹药和食物 一是赶紧指挥众人占据有力位置 鬼子的追击部队果然紧随其后 周卫国带领大家埋伏在两边的制高点 对方丝毫没有察觉 医生令下地雷被拉向 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面对两面夹击 鬼子没有丝毫还手余地 战斗很快就结束 大火洗劫了鬼子的粮食和弹药继续撤退 不久以后静卫文得知消息 当即下令重兵围剿野人山 而胡头山这边刘远商欲归来 得知周卫国被困交集万分 带领赵杰的一排前去寻找 不想刚进山就遇到两个鬼子变异队 他们伪装成当地猎人 变异将刘远他们带进了日军的埋伏圈 顿时枪声四起 一排的战士损失惨重 眼看就要全军覆灭 危急时刻周卫国带人赶来 从后方发动攻击 胡大 买了击枪 是 走 卫国 卫国 胡大 守天 走 是 两支部队顺利会合 可日军火力太猛 只能一同撤退 为了摆脱鬼子的追击 周卫国下令大家下河烫到对岸 果然鬼子的猎犬失去了目标 小宇意外发现周卫国腹部受伤 而他为了部队的行进一直强忍着剧痛 随后硬生生把弹片拔了出来 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 又让范小宇给他把伤口缝上 在场的人无不为周卫国铁一般的意志所震撼 随后的几天 周卫国利用超强的野外生存技能 带领众人在野人山和日军周旋 在范小宇的精心照料下 周卫国的伤势也有了好转 可部队已经没有了食物 只能下河抓鱼 照守田正打算生火 被周卫国及时制止 为了填饱肚子也只能生吃了 经过连日的艰难跋涉 终于来到野人山的边缘 周卫国敏锐地感觉到周围有些异常 命令徐虎爬上树梢 通过手语得知鬼子的人员配置 一时安排大家分头行动 赵守田顺先开火 小队终于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众人兴高采烈地汇合到一起 经典人数却发现少了一个 原来在不久前的混战中 朱子明为了掩护大家撤退 不小心落入鬼子圈套 周卫国毅然决定是残步回去营救 刘远指得让赵捷带走伤员 并尽快通知秋明前来接应 此时的朱老大正被绑在树上 遭受鬼子的严刑拷打 不过他就算死都不会出卖自己的兄弟 深夜 在周卫国的指挥下 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了守卫 顺利救下朱老大 但一个鬼子的伤兵扣动了扳机 惊动了其他的日军 众人拼命突围才逃了出来 鬼子又开始穷追不舍 最终被团团包围 所有人都弹尽两绝 大家准备和鬼子决一死战 就在这时 旧团长带领虎头山八路军赶到 救下周卫国和京风寨的好汉 众人也随着八路军回到虎头山 旧团长亲自为大火接风洗尘 陈一和张楚很是激动 毕竟他们和周卫国是老同学 可反观周卫国却显得很是冷淡 我就很疑惑陈一是怎么想的 为何不将他和张楚甲结婚的事 说出来呢 朱大当家倒是失去 蹲起一碗酒就要敬范小雨 救过三巡 正未建议京风战好汉留下来 参加八路军 可朱子鸣有些话却难以开口 实话跟你说吧 我是担心 留到八路军这 我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添什么麻烦啊 我们这帮弟兄 无拘无束宽了 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 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 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 我看不是这样啊 你们来去自由 来 自由来 走 自由走 面对邱团长的诚意满满 朱子鸣也无话可说 最终决定留在虎头山 刘远要回南京敌战区执行任务 临行前他将周卫国托付给小雨照顾 范小雨欣然答应 刘远走后 邱明将清风寨的队伍编成一个牌 隶属于许光荣的三联 朱子鸣当牌长 周卫国任副牌长 并为他们补充了一些新兵 而这些新兵中有个刺头叫杨大力 绑大妖元一身戾气 在山里练过一些拳脚 是远近闻名的狠角色 连老兵都不放在眼里 朱子鸣上任的第一天 杨大力便在队伍里捣乱 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 凭什么你当排长 凭什么 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他本事比我大 咱们俩比划比划 你先赢了我再说 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 你要是赢得了我 我大哥的排长就让你做 好小子 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 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这个黄浦军校毕业的高材生 在火头山却只能当个副排长 更有意思的是 刚来就被杨大力挑衅 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 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今天我要是赢了 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 要打就赶紧打 不打就趴下认输 小子 你还有完没完 杨大力倒在地上不敢起来 众人都嘲笑他装孙子 杨大力还是不服 要和周卫国比跑步 他认为自己是山里长大的 一定能跑过周卫国 比赛再一次开始 杨大力率先出发 周卫国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 很快就超过对手 而且越跑越快 一口气跑到山顶 站在群山之巅 周卫国想起死去的肖雅 仰天长笑 众人不解周卫国喊的是谁 只有徐傅知道他一定是想肖雅了 范小雨听到肖雅的名字 若有所思 当晚回到住处 和陈一谈起此事 陈一对于肖雅这个名字有些印象 回想当初在南京的同事就叫肖雅 肖雅曾说过有个未婚夫 也是在南京中央陆军学校 那个女孩也说过 她的丈夫在中央京校学习 周卫国喊这个肖雅 会不会就是 她丈夫不会是 周卫国 对啊 范小雨找到学虎打听肖雅的事 可学虎却不好开口 就这样小雨直接冲进了周卫国的房间 那么小雨和肖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上集杨大力被周卫国晃揍 现在又要挑战徐虎 毫无意外 他怎么可能是徐虎的对手 原来这是周卫国队他们进行特种作战训练 赵杰看到后觉得十分新奇 也请求加入特训队伍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团长和正委要去军部开会 临走时叮嘱李勇要照顾新来的同志 可今风寨好汉实在是自由散漫惯了 过不了八路的辛苦日子 周卫国当然清楚他们的秉姓 不过他表示自己要留下打鬼子 众人一合计 总不能让二当家单独留在这里 决定留下赵守田三人跟随二当家 当天深夜 周卫国送朱老大一伙人偷偷溜出驻地 第二天一大早 徐光荣发现朱子明的部队不见踪影 李勇大为愤怒 周卫国直言是自己放走京风寨的好汉 李勇原本就对他国民党的身份耿耿于怀 张楚也跟着添油加醋 周卫国毫不示弱 孙弟说什么呢 如果朱子明投敌 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 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 陈一看势头不对 赶紧劝住双方 回到宿舍的众人喝着闷酒 此时他们心灰意冷 决定离开虎头山 就在此时 范小语闯进屋里 自从知道萧雅是自己的表姐后 他对周卫国更为关注 全义得知周卫国要离开 连夜骑马去军区找团长和政委 而另一边朱子明还没离开虎头山 却意外在半路碰见了邱宁 随后朱子明一行人再次回到虎头山 可以打听却发现周卫国和徐虎竟然不在驻地 原来周卫国等了一晚上 也不见陈一从军区回来 就带着徐虎来到鬼子据地 果然看见陈一准备骑马冲港 也是帮他阻击了拦截的日伪军 陈一得以脱身返回团部 虎头山众人焦急万分 朱老大更是自责不已 不久周卫国和徐虎终于回到驻地 还带回几个伪军 原来他俩在救了陈一后 顺便把鬼子的据点也给端了 众人目瞪口呆都不敢相信 就凭他们两个也敢打鬼子的据点 林勇对周卫国也刮目相看 这小子还真有眼神 随后独立团设宴给朱子明进行 邱团长 我借巴鲁军的酒 敬您一碗 干 我周卫国以前对你有点想法 不过说实在话 我也不好 不好 心胸狭窄了 老周 你是个男子汉 咱喝完这杯酒 咱就不计前线了 来 干 好 第二天 八路军独立团在邱明的带领下 装重整齐地欢送清风寨的好汉们 并送给他们粮食和武器 朱老大对邱团长感激不已 邱团长 你的大恩大德 我朱子明永世难忘 从今天开始 我们已经是盟军了 送走清风寨的好汉 周卫国便在阳村留了下来 邱明任命他为四派派长 并被他们补充了部分兵力 负责阳村兵工厂的保卫工作 而另一边 日军围剿清风寨后 失去了周卫国的踪迹 来扬的指挥官禁卫文判断 周卫国很可能被虎头山的八路军救走 如果这两方联手 势必后患无穷 于是派遣一直由渡边带领的小分队 悄悄潜入虎头山 寻找周卫国的踪迹 同时查探八路军团部和兵工厂的位置 该死的日本鬼子又进村了 这次遭殃的是离团部不远的离农村 他们逼问周卫国和兵工厂的下落 有个村民在鬼子的淫威下 供出了八路军的情况 日本军官渡边欣喜若狂 军未赶回来洋报信 在一番烧杀抢侣之后 又如走许多年轻妇女 离农村的猎户水生等人打猎回家 发现鬼子已经将村内洗劫一空 雪兄连忙赶回家中 在门外听到妻子惨叫 射死门口的守卫 抽出大刀冲进屋内 虽然杀了鬼子的队长 但一切都完了 父亲被害 不堪受辱的妻子选择了自禁 得知村里的妇女被掳走 雪兄安排柱子去向阳村的八路军求援 自己带着另外两个兄弟抄小路去拦截日军 前去阳村报信的柱子终于找到周卫国 八路军兄弟 求求你们教训我们吧 兄弟 站住啊 我是离农村的柱子 鬼子 鬼子拦我们村了 逃走了好多的姑娘 鬼子拦我们村 杀了好多的乡亲们 我们村的水争客带着几个猎人去打之口拖延他们 鬼子有多少人 我来的时候 他们刚刚熟村的 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听完柱子的讲述 周卫国当即准备带领四派的兄弟前去支援 许光荣却命令他们 没有上级的指示不得擅自行动 周卫国你干什么去 干什么打鬼子 打什么鬼子 鬼子有五六十 我们也调大队队来的说 当你调了大队队老板就死光了 这不是只有一个牌的新兵啊 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 周卫国站住 周卫国你这样忘人出击老百姓没有救的 这是命令 周卫国你 周卫国 把他枪给我下了 我绝不允许你在这儿无组织无纪律 周卫国 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 许连长 我现在没时间给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我和你们谁敢动 强声异响 周卫国也毛了 形势危机他也管不了那么多 让徐虎把许光荣绑起来扔在一边 自己设定战士们火速前往救援 这边水生他们在大尸口追上日军 依仗有力地形和精准的枪法 对日军开展突袭 虽然杀了不少鬼子 但日军携带有重武器和制弹筒 两个兄弟也被炸死 水兄虽然枪法极好 几乎弹无剧发 中阴弹药耗尽 被杜鞭击中腿部 形势异常严峻 我告诉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起来 我还告诉你 你带着我的机会起来 你这么上手 右手和右手 我几个中国小姑娘 算什么 我是坦坦的 大利弁帝国之类 何得你 白头 不要一半距离 那是我的事 真的吗 何得你 救命 救命 周魏国一怒之下杀了杜鞭 得益于他的主动出击 终于救下受伤的水生 和李隆村的妇女 想报仇吗 拿着他跟我打鬼子 报 这传一了报 他是什么人 兄弟 齐峰口那一仗 听说过吧 这就是 鼎鼎大名的 清风寨的二当家的 现在是八路军的牌掌 他带着我们打的 消灭鬼子整整一个主人 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看来周二当家早就名声在外 徐兄和柱子也决定 跟随周魏国一起打鬼子 回到阳村驻地 李勇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周魏国战场抗命之事 我认为 周魏国同志 虽然带领四排打了个胜仗 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 是非常严重的 我觉得 周魏国同志作为一名指挥员 这件事情上他要护权部责任 公然地违反上级命令 并且煽动手下闹事 致使四排二十六名战士 阵亡五人 轻重伤员九人 伤亡几乎过半 同志们 我有几句话要说 周魏国今天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我们要批评他 处分他 他今天确实打个大胜仗 还救了那么多的老百姓 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 作为参谋长的李勇 虽然深知周魏国这次有违军纪 但他确实是为了救离农村的百姓 所以他站在周魏国这一边 徐连长我问你 周魏国出击的时候 你在不在场 如果当初你同意他去 还有他违反军纪这一说吗 他还会绑你吗 我当然在场啊 我不让他去 他偏要去 打仗是要用脑筋的 徐光荣同志 你是指挥员 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 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 可是 可是周魏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 我觉得你忘本了 第二天一大早 周魏国开门一看 只见院子里站着许多百姓 参谋长李勇也及时赶到 原来这些都是李勇村的村民 他们带来家里所有的粮食 来感谢周魏国的救命之恩 长官呀 老夫郑文泰 是李勇村的头人 今年八十有三了 我这辈子是活够了 可是这些晚辈后生 他们要不是周派长 这些晚辈后生早就完了 周魏国不禁内心翻涌 第一次感受到这种震撼和感动 而来阳指挥所 经为文德之渡边中 对被周魏国揭秘 很是气愤 看着逃兵送回来的 虎头山兵工厂的地图 又让他兴奋不已 他迅速部署兵力 准备进攻虎头山根据地 他们第一次推薪致富的交谈 李勇表扬他这次主动出击 解救了李勇村村民 同时更赞扬了他出色的 军事指挥才能 但是周魏国违抗军纪在先 免不了还是要被处分 不过只是关了三天禁闭 而此时邱明带来一个情报 日本鬼子在莱阳火车站 囤积了大量的军事物资 军区命令他们不惜代价 毁掉他们 周魏国当即请求给他三天时间 他会给出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 回到自己的寝室 周魏国废寝旺时 制定了一份攻打莱阳军火库的计划 当然这份计划引起了团部的注意 虽然有些胆大冒险 但是也不为是一个良策 其实是胆大的问题 简直是 以12个人 袭击驻军100多人的莱阳军火库 周魏国的这个想法 对于火头山 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 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方案 邱银决定让周魏国试一试 周魏国警示要去莱阳侦查一番 只有莫清日军的部防 才能确保有必胜的把握 当日周魏国乔装打扮混进莱阳 侦查日军在莱阳军火部的部署情况 完事准备离开 却没想到遇到一个熟人 正是当年的大盗刘三 刘三在南京沦陷后 辗转来到此地 不会也描出这块肥肉了吧 你来莱阳干什么呀 不凉 不凉 喝酒不凉 来 来 回到虎头山 周魏国拿出了最终的战斗方案 由自己带领一支由12人组成的小分队 并用特种作战的方式 骑袭莱阳军火库 随后开始全团选兵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 加上我12人组 我这第一件事呢 就是要人 什么人 必须要各等各的能干 所以我希望从三排抽到两个人 赵洁 铁牛 好 这两个人我调给你 二营还有两个人 赵大勇 李三合 可以 还有 团长 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周魏国抓紧时间训练队员们的特种作战技能 同时让张楚帮忙制作定时炸弹 一切准备就绪后 周魏国带着他的特战队出发 那么他们是否能顺利完成任务呢 不久前周魏国的小分队顺利前进来阳 从两个日本军官的对话中 顺利得到互相验证身份的考虑 同时在来阳城的外围 八路军主力为了配合周魏国的行动 向鬼子的各个据点发动猛烈攻击 猛烈的炮火声惊动了静命文 他立即调集来阳的兵力前去增援 这样军火库附近的守卫便减少许多 得到口令后 在周魏国的带领下 特战队员们顺利通过鬼子的关口 进入日军的物资弹药库 大家分头去安放定时炸弹 看着满乡的物资装备 杨大力眼长不已 就看 听我的 咱们只拿一艇歪八子 带骨带药 其他的都放这 白长 我这不是农民出身了 都放这 白长 这么多军火 咱们搬到火灯山 不是挺好吗 我们搬不走 也不能留给鬼子 全炸了 都炸了 那 在安放好炸药后 大家迅速会合准备撤离 这时日军指挥官小林发现他们 走过来视察 众人顿时紧张起来 看到周卫国一伙人形色可疑 而杨大力扛着一挺机枪 一观不整 一看就不像巡逻的样子 一是大声训斥杨大力 他哪能受得了鬼子的支支点点 一脚就把小林踹翻在地 周卫国只得命令开火 这样也惊动了日军守卫 双方随即发生交火 鬼子人数越来越多 还好特战队准备充分 重机枪和制弹桶轮番上阵 压制了敌人的火力 好不容易抢到一辆卡车 从来阳军火库突围出来 这时特战队安放的炸弹爆炸 看到来阳军火库方向冒出的火光 许光荣知道他们偷袭成功 便立即带兵前去接应 小分队成功突围出来后 经典人数发现杨大力还被困在军火库 周卫国命令小分队去和接应的许光荣会合 决定自己独自返回营救杨大力 回到来阳军火库 杨大力正在被围攻 周卫国用手雷解决了外面的鬼子 进入后发现原来杨大力腿部受伤 但就在两人准备撤退时 小林带着一门火炮堵在门口 你别管我 你自己想慢慢出去 看着今天 再不是逃不出去了 你死你他妈什么话 走 到那边 走 逮捕来 赶紧 里边的人挺好 如果再不投降 我们就开炮了 你们只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 台长 看来今天咱们俩是要死在一起了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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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今天打了这么多鬼子 够本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兄弟 得 那跟你死在一块 正好 十 九 这些从屋顶飞下来一根绳子 原来是徐虎不放心赶来支援 在救出周卫国和杨大力后 抢了一辆三轮摩托 由周卫国驾驶 拉着杨大力和徐虎猛冲了出来 后面跟随着大批追兵 另外一边 赵捷带着剩余的小分队撤到起盘口 以在此接应的许光荣会合 此时天已发亮 大家为三人的生死焦虑不安 眼见原定会合时间已过 徐光荣命令撤退 我不能热位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 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 听我的命令 撤退 连长 撤退 你 姓谁的 敢把二郎家的扔去 我跟你没完 放开 要不这样吧 我带他们去救老周 你们先撤 弟兄们 走 走 赵家你给我站住 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 我枪毙了你 你开枪吧 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 你什么时候想拿走 我都没话说 你简直是烦了 你走马路 我们撤 周卫国带着两人来到会合地点 却不见许光荣的接应部队 眼看日军已经带兵追上 两人把受伤的杨大力藏了起来 准备和鬼子进行向战 迅速爬上至高点 这样错综复杂的地形 也让周卫国和徐虎的特战技能得到发挥 两人隐蔽射击 逐渐削弱鬼子的有生力量 可在鬼子的排击炮覆盖下 周卫国还是手臂受伤 也使他用日语大喊救命 吸引鬼子的注意 徐虎从身后偷袭 小林纹身赶到 一顿乱射 徐虎腿部重弹无法行动 周卫国只得把他搀扶到安全区域 自己去独自面对剩下的鬼子 鬼子这边也只剩下两人 他们分为两边包抄 两人筋疲力尽终于解决了小林 他们都身受重伤昏死过去 当特战队员在赵杰的带领下 等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 大家赶紧把受伤的三人带回虎头山 周卫国伤势最为严重 很久以后才慢慢苏醒 看到的第一个人竟然是陈怡 此时的周卫国还一直误以为 是他当年被判约定和张楚结了婚 陈怡还没来得及解释 团长和政委正好走了进来 同行的还有范小雨 以后周卫国就由他照顾了 周卫国是你的兵吗 是 他没有回来 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 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 临阵脱逃 可耻 以用引力批评了许光荣的做法 对于放弃战友的这种行为确许可恨 完全没转过弯的许光荣还是不服气 是 我是错了 我知道 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 我一百个不服气 我不能为他们几个人 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 你是什么人 你是指挥员 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 狗屁 说完就要撤了他的连长职务 邱团长及时站了出来 看样子是要当个合适老 他首先分析了敌我态势 日军在武器装备和作战技能上都优于我们 但现阶段双方却能势均力敌 除了有老百姓的支持外 还有灵活的战略指挥方针 你是连长 你是指挥员 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 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忠实吗 咱们远的不说 西风口战役 李隆村 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 全建了鬼子一个小队 还有这次袭击来用军火库 他们只有12个人 12个人 求名的话让许光荣心服口服 最终的处理结果 就是许光荣关一个星期的禁闭 反省自己的错误 而周卫国身为三连代理连长 刘远路过虎头山来看望周卫国 兄弟俩促膝常谈 刘远知道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消雅 劝他要面对生活不要活在过去里 学会珍惜眼前人 蓝阳的日军此次损失惨重 所有物资和列车全部烧毁 负责守卫的军官也切副自杀 金卫文发誓要一举消灭周卫国 绕过外围的八路军防御部队 顺利渗透到阳村团部附近 沿途悄无声息地抹掉了八路军的岸上 一名战士临死之前拉响了手榴弹 藤本中队直奔团部而来 周卫国立刻让张楚通知连部 带着众伤员和村民转移 他自己带领剩余的战士去妙王山阻击敌人 为老百姓和兵工厂的转移赢得时间 刚到妙王山就看到敌人摸了上来 周卫国让大家先隐蔽 等鬼子稍微靠近 首先用手榴弹招呼 刚一接触鬼子就吃了大亏 杨大力扛起机枪扫射 水生的狙击枪弹无缺乏 鬼子只能退了下去 局势就形成了两军对峙 这是鬼子的尸射 大家重新去故事里面 走 炮声一停周卫国命令大家回到阵地 但并不急着射击 而是等敌人靠近30米 水生抬枪就干掉了鬼子的队长 在手榴弹的覆盖下 鬼子又退了下去 周卫国判断 日军的目标是阳村兵工厂 不会再次和八路军交产 而进入阳村还有另外一条路 就是经过沙和石桥 所以必须抢在日军前炸掉这座石桥 许光荣自高奋勇要求前去完成任务 出乎许光荣的意料 周卫国并没有让他去炸桥 对此许光荣十分有意见 可许虎他们刚到桥边就碰到鬼子突击队 被阻在桥前无法完成任务 听到枪声就知道那边出事了 周卫国只得同意许光荣前去 并叮嘱他一定要活着回来 等等 活着回来我请你喝酒 你运给我活着回来 这边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 徐虎带来的战士相继倒下 连李三合也牺牲了 都死活了 三合也死了 我没用 保护臭了 怎么办啊 万一我死了 说他妈什么呢你 我相信 森林在你的带领下 一定会威名远扬的 为了阻拦日军进阳村 徐光荣和石桥同归于尽 老师 阵地上陷入悲伤之中 而对面的鬼子发动最后的进攻 为了保护身后的百姓 周卫国下令拼死也要经手阵地 鬼子疯狂进攻 战斗异常惨烈 很快战士们的子弹都打光了 鬼子蜂拥而上 周卫国带领剩下的十几名战士 跳出战壕与敌人近身肉搏 双方死伤惨重 战场上硝烟滚滚 一言望去满山的尸体 穷明带领增援的部队赶到时 战斗已经结束 看着眼前的景象 众人不禁心酸落泪 穷明命令战士们赶紧寻找幸存人员 最后在死人堆里找到周卫国 范小语准备给周卫国包扎 意外却发生了 她替周卫国打了致命一枪 范小语倒在周卫国的怀里牺牲了 妙王善战役虽然胜利 但整个三连活下 下来的只有七个人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重建三连 周卫国顺理成章被任命为连长 张楚为副连长 陈一也调到三连当指导员 因在阳村保卫战中英勇卓绝的表现 三连被授予阳村英雄连的称号 经过这几场战役 周卫国决定建立一支特战队 而将三连的常规训练交给张楚和陈一 张楚虽然已经接纳了周卫国 但依旧不认可他的行事风格 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 有你全军负责 你是三连的连长 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 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 你真以为这几个人 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强不强我不敢说 但是这些人怎么用 怎么训练 我心里还是有底人 要打仗 他就得看正规矩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 不过是一些偷鸡聚角的东西 那这样 咱们比一比 怎么比 三个月之后 我带着我的特战队 来找你比 三个月为期 好 一言为底 如果我赢了 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就这样他和九名战士 早出晚归近山训练 两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 特战小分队的训练也出具成效 周卫国决定带队进行一次实战训练 以检验特战队的战斗力 出发之前给张楚留了一封信 相约完成训练后演习开始 你啊 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我倒要看看 他这十几个人啊 怎么跟我这一百七十多号人打 在高原上生活着一种 非常漂亮的动物 叫做雪豹 大家知道吗 他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 他生存在 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间 无论他的对手多么强悍 他一旦发现目标 一鼓作气 绝不放弃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这一支小分队 就叫做雪豹特战队 他们可能是八路军 第一支特战小队 从脱袭来阳军火库到上次阳村战役 周卫国意识到特种作战的重要性 也是他带着三连的九名战士 则从林里艰苦训练了三个月 虽然野外环境恶劣 但在周卫国的教导下 队员们很快掌握各种特战技巧 为了检验小分队的战斗力 周卫国给大家布置了新的任务 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 我们要从这里穿越五十公里山路 到了鬼子的据点 然后断掉它 再穿越五十公里的山路 回到阳村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而他自己和徐虎此次只做评委 不参与行动 随后在赵杰的带领下 特战队急行五十公里 翻山越岭 赶到鬼子的张庄据点 可周卫国临时给特战队增加难度 要求不允许开枪 解决所有的鬼子和伪军 并烧掉他们的仓库 夜次降临 小分队摸进据点 他们通过默契的配合 悄无声息地干掉了所有看守的日军 交货了大量武器装备 周卫国搜到了一把伯朗名手枪 和当初送给肖雅的那把十分相似 特战队顺利完成实战训练 周卫国却又给他们传达了新的任务 那就是和张楚约定好的演习 第二天一大早 特战队回到阳村 迅速控制了三连的所有的哨兵 等张楚在训练场吹响集合号时 竟然没有一名战士前来报到 更让他意外的是周卫国却出现了 报告连长 任务顺利完成 阳村三连全部被服 张国连长 按照演习规定 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 怎么样 认输了吧 你是投机取巧 你这是张国连长 别急啊张国连长 如果这要打仗 你觉得敌人会实现通知你吗 周卫国的话让他心服口服 随后特战队开始袭击鬼子的据点 打劫日军的运粮部队 将来扬地区闹得天翻地覆 日军只会观禁卫文器的暴跳如雷 可对这些神出鬼魔的特战队 却束手无策 这天特战队袭击完鬼子据点后 打扫战场时意外发现一个秘密仓库 这里面发现很多毒气弹 周卫国知晓厉害 也是命令全部搬回阳村 恰好刘远也来到虎头山 并带来一份绝密情报 原来日军在上海 组建了一支化学武器部队 负责人叫伊藤 为了从源头上解决这支部队 国共双方决定 组建联合小分队前往上海 除掉那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伊藤 而周卫国是最佳的人选 求明命令张楚和陈怡同行 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 而且又是老大党 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 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 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 对比都跟几点十分丰富 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 最合适不过了 周卫国此时才知道 陈怡和张楚是假结婚 顿时思绪万千 原来是自己一直误会陈怡 时隔多年 周卫国再次回到上海 而陈怡和张楚又一次假扮夫妻 他们没想到前来街头的 竟然还是老熟人 亲婆 没想到会是你小子 南京匆匆一别 有几年了吧 卫国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 我当年 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 是巴勒军救了 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 好 这次 咱们一起打鬼子 陆住酒店后不久 刘三就前来报告 小分队都顺利前进上海 晚上在孙星浦的安排下 众人与中统上海战战长徐博文会面 同时他们也见到了曹颖 曹颖是他们在复旦的老师 也是我们潜伏在中统的地下党 随后他详细介绍了伊藤的情况 伊藤就住在万国酒店的顶层701房间 身边防卫森严 除了每天晚上喜欢跳舞外 平时出行十分谨慎 而酒店的五到七层都有日军把守 他们判断伊藤随身携带的保密箱 里面的文件应该和研制画舞的秘密基地有关 周卫国决定利用晚上伊藤跳舞的空隙 找机会潜入701房间打开保险箱 查出秘密基地的位置 而军团安排在万国酒店做内应的 正好是他们的大学同学田静 国难当头 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 没想到啊 你现在也开始靠起情报工作来了 田静 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这里是舞厅 这里是一号电梯 不过 都有线兵把守 三哥 嗯 你是不是说过 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 都能打开 是 为了能从伊藤身上偷到保险柜的钥匙 周卫国要求陈怡跟随刘三学习偷到手艺 勘查完酒店的情况后 大家决定晚上开始行动 周卫国还是伪装成日本军官 无会上 一眼看到无魅动人的陈怡 伊藤这个老色P果然上当 上前邀他一起跳舞 不久过后舞会震撼 张楚切断了舞厅的电源 现场突然一片黑暗 陈怡假装惊慌失措 躲在伊藤的怀里 顺利从他口袋里偷到保险箱的钥匙 交给伪装成服务员的田径 大到刘三仔细观察了钥匙的构造 随后在周卫国的配合下 刘三躲进电梯 爬上了七楼 摸进伊藤的房间 顺利打开了保险箱 同时在楼下舞厅恢复照明之后 伊藤发现钥匙不翼而非 怀疑是陈怡偷走了 幸好周卫国及时赶到 解救了陈怡 完成任务后 几个人迅速撤离万国酒店 壳里面的伊藤在检查保险箱的时候 虽然文件没有丢失 却发现地上的一根小木棍 伊藤脸上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 在得到秘密基地的资料后 周卫国迅速召集所有人 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 首先 我要带领十名特战队员乔中潜入 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少兵 孙心母 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 跟我一通进入基地 进入基地之后 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 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 安防炸药一并摧毁 曹英已经安排好我们的车队路线 并且在负责外围警戒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其实这一次是伊藤提前设置好的圈套 谁 是我徐博文 我有事跟你说 曹英坐 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的顶头上司徐博文竟然是叛徒 还好乘乱开车逃走 另外一边周卫国带人闯进了伊藤的秘密基地 进门一看发现空空如也 周卫国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圈套 正准备撤退却发现为时已晚 门外已经被日军包围 强大的火力把他们压制在房间里不得动弹 根本无法突围 眼镜不断有队员牺牲 却无可奈何 危机时刻曹英开车撞开了外面的大门 救出周卫国和行动队员 曹英为了救大家耽误了治疗时间 一局暗暗喜欢他的刘远悲痛欲绝 随后大家分析秘密基地的设备不可能短时间搬走 所以周卫国推断新的地举不会太远 你和三哥现在马上回去 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派水口的水药 然后一并把周卫所有的工厂的水药都采进回来 我做试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子 徐国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 我一定找到他 秦谱 刘远和三哥再度前回基地 对附近几家工厂的水汁进行了采样 通过试验对比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地址 周卫国随即制定了新的行动方案 由张楚和陈怡负责外围警戒 特战队全员出动 从天而降攻入新基地 当场活着了伊藤 命运靠起来后 留下一人看守 周卫国带着其他人继续搜查 就是因为这一点疏忽显现面成大错 狡猾的伊藤偷偷解开了手铐 打倒了守卫 临走时启动自毁装置 然后逃至夭夭 这边周卫国听到警报声 命令大家迅速撤离 不久过后基地发生爆炸 看到漫天的火光 张楚以为小分队成功完成任务 就让陈怡去通知司机开车 没想到一把手枪顶住了脑袋 等周卫国他们赶到时 陈怡已经失踪 可眼下敌人援军很快就要赶到 周卫国决定自己带着大粒水生前去营救 其他人先行撤回酒店 在一个废旧的仓库里 终于找到了挟持沉溢的一堂 周卫国明白越是危机时刻 越要冷静 放开他 放开他 我放开他 你能放了我吗 看来 我不用急着回去了 最多再过程五分钟 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 我说过 你活不过今晚 放开枪投降嘛 这是你的唯一出路 一切都快要结束了 周先生 你输了 终于解救了陈怡 这次上海执行的任务也算圆满 可他们还有一事需要去完成 不久过后 周卫国刘远孙新婆来到南京 他们要来找徐博文这个叛徒算账 徐博文此时已经是汪伟政府的情报顾问 这一次没什么计划 三人直接血洗了徐博文的公管 刘远开火一枪毕命 为心爱的女人报了仇 1941年中 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给日卫军以沉重的打击 为报复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 日军集结重兵 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为了彻底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军 日军已共设了三道包围圈 球鸣不得已只能准备转移 而周卫国的三连任务就是掩护主力突围 卫国啊 对团力的决定有什么闲味啊 特战队对这一代比较熟悉 今天晚上 你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 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也好 突围后 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 三连用重武器开导 猛烈的炮火吸引了鬼子的注意 禁卫文果然上当 误以为他们是八路军的主力 当即下令重兵围剿 虎头山主力部队得以突围 突破第一封锁性后 周卫国为了保存有声力量 决定把三连分成三个小组 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 而是保存自身 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 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 回虎头山 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 好记 卫国 就怎么定了 我们现在奋斗突围 张楚 领导 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 奋斗行动 走 走 分开不久 张楚就陷入日军的重重包围 只能选择强行突围 听到强声卓卫国临时改变计划 决定主动暴露自己 吸引围角张楚的日军战斗非常惨烈 面对敌人的两面夹击 身边战士一个个倒下 看来鬼子也没说得那么厉害 真没想到四面都是鬼子 我们今天冲出来了 肯定是周连长那边 跟鬼子交火了 把鬼子吸过去了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了 那咱们怎么办 回去救他们吗 不要 别顾忽连长一番好意 冲不出去 他就不叫锐我 谁冲不出去我都险 就唯独他周连长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学的周卫国这边只剩下几个人 而且前有阻截后有追兵 情急之下周卫国只能决定 让战士们拽着绳子爬上绝壁 可还是被对面的鬼子看到 在周卫国的掩护下 陈怡和赵守田已经爬上山顶 正准备拉他上去 摆机炮却在他身边炸开 周卫国左胳膊受伤 他强忍疼痛 单手抓住绳子 赵守田在山顶拼命往上拉 而其他的战士都已牺牲 眼看就要到达山顶 为了救二当家 赵守田不幸牺牲 现在只剩下陈怡 拓着昏迷的周卫国 躲进了一间空房子 陈怡惊除沿路的血迹 却发现鬼子的搜索部队已经赶到 此时周卫国也醒了过来 有鬼子追过来 多少人 二十多人 如果你们不放心 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虚虎 你跟卫国时间最久 你来 总之 在队长时上都倒下 老子下不去这手 他们在争论的是 由谁下手砍了周卫国受伤的胳膊 原来不久前 陈怡和周卫国被鬼子包围 朱子明正好路过 把周卫国救回了清风寨 可由于失去过多 周卫国高烧不退 一局昏迷不省危在旦夕 可寨子里根本没有医护人员 老四提议去县城抓鬼子军医 也许还能救周卫国一命 当天晚上朱子明和老四就潜入来洋 捕捉了一名鬼子的军医 可在回城的路上 惊动了日军的巡逻队 朱子明带着属下奋力抵抗 可敌方人数太多 眼看就要支撑不住 却突然听见鬼子后方枪声大作 鬼子被扫倒一片 原来是张楚带着特战队赶到 他们也是为了寻找周卫国 就这样鬼子的巡逻队被全歼 当得知周卫国就在清风寨时 众人跟随朱子明上了山 经过日本军医的检查 他告诉众人周卫国的胳膊已经感染 必须要截肢才可能保住性命 病人伤口亏赖非常严重 如果不截肢 一旦感染了心肺 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我会对我病人负责 请相信我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虽然我是日本人 但是我是一名医生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 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所有人都沉默了 没有人敢做这样的决定 只能让陈怡去征求周卫国自己的意见 有个事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这条胳膊 怕保不住了 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巡逻来给你检查 检查的结果是 伤口感染 这条胳膊已经坏死 如果不及时截肢 恐怕 周卫国听到后表现的异常平静 接了 接吧 周卫国同意截至 可众人还是犯了难 没有人能下的去手 最后还是朱老大发话了 他是周卫国的大哥 这事也只有他能干 周卫国养伤期间 陈毅在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 伤口也慢慢愈合 当他走到众人面前时 所有战士不约而同向他敬礼 周卫国也满眼泪花 没有左臂的袖子随风飘动 日军的围剿部队早已退去 大家也准备回虎头山 重建抗日游击队 朱子明大摆宴席为他们送行 这一晚所有人喝得很尽兴 劫后重生的周卫国把陈毅拥在怀里 两人的关系也算有了进展 众人再次回到虎头山 不过他们现在一穷二白 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补充弹药物资 客战队侦查到离此50公里的鬼子据点 两天后会有一大批物资送达 周卫国吩咐李勇和张楚勤去截获 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 不久他们就拉着满车弹药归来 这就是他们重回虎头山赚到的第一桶金 晚上张楚和周卫国喝酒 张楚透露自己要结婚了 而对象竟然是陈毅 这种局面周卫国又该如何面对呢 张楚是雪豹里最大的直男 他准备向陈毅求婚 竟然用蛋片制作了一枚求婚戒指 这也太敷衍了 陈毅怎么可能会同意 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张楚也不是傻瓜 他猜到陈毅心里的人肯定是周卫国 张楚化痛苦为动力 整天把自己关起来研究新式武器 终于鼓道出一种步兵激发雷 周卫国听着感兴趣 也想上前试试 没想到张楚似乎对他有怨气 转身就走 也用看出他的思想波动 一是找到陈毅了解情况 这一次陈毅坦白了自己的心事 不久以后周卫国接到情报 国军一个旅收复了青云县城 令人生疑的是竟然没发一枪一炮 周卫国怀疑这是日军故意为之 就是要利用国民党的军队 对付虎头山八路军 果不其然 青云警卫旅下令 对周边的抗日武装进行收编和威剿 并给虎头山下了最后通牒 现实解散八路军建立的县政府 从黄埔毕业的义营营长前来报道 此人正是周卫国的弟弟刘志辉 旅长汤炳全十分看好这个年轻人 命令志辉带领义营进脚虎头山 这边得到消息 张楚建议转移群众兼毙青野 李勇更是觉得应该权健了这支丸军 可周卫国的想法不同 对待国军不能像对待鬼子一样 我告诉你们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 我周卫国断然不走 而且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是敢这么做 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 刘志辉的义营进入虎头山地区 准备在一村子扎营修整 他还以为自己是帮助百姓剿匪的 却被老乡劈头盖脸骂了一通 这群人不计打鬼子汉奸 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 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律 旧值的山外有日本鬼子 二军来之前 鬼子进山 见人就杀 吃不饱 穿不暖 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 你们这群人都干什么去了 二军来了以后 就有这些鬼子 二鬼子们 进山以后 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 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 但是心恐一点 总算有个盼头啊 你们呢 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进山 是绞匪来了 说人共产党 八路军是匪军 那你们算是什么呀 你们还有脸吗 哼 刘志辉下令部队在村外扎营 不得绕民否则军阀处置 晚上一个村民前来报信 声称知晓匪军的藏身之处 刘志辉立刻安排重兵前去围剿 接下来老乡带着国军在山里转了两天 可奇怪的是却接踵而来 后续的重装部队最先失去联络 而前面的哨兵被人活捉 连带路的老乡也不见了 当然这些都是特战队的杰作 就这样整整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逐渐被蚕食 消失得无影无踪 报告警长 村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 已被我军击溃 三连掌正带兵追击 你赶紧给我上去 把三连给我撤下来 是 这个笨蛋 敌情不明就敢追击 都两天了 杨角欧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边刘志辉和前沿失去联系 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面对的并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即刻传令在身边紧剩的一个连加强戒备 晚上周卫国亲自带领特战队爬上绝壁 火捉了刘志辉 坐下 坐下 报告 直属地顺利完成任务 哥 是你 今天晚上这一仗 你服不服 服 我告诉你小卫 中国人打中国人 你哥干不出这种事 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 这个仗志辉是绝对不会打的 马尔军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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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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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别已久的两兄弟 在这种环境下相遇 两人真是百感交集 周卫国何晓辉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从南京保卫战到消雅的牺牲 从清风战二当家到虎头山八路军 讲到伤心处时周卫国泪流满面 第二天画风就变了 因为志辉看到了陈毅 陈毅好酒好 才招待了这个亲人 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 小辉啊 喝尽兴了啊 谢谢嫂子 你看看你看看 这叫我小辉 小辉啊 那都是咱家人叫的 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 你看看这菜 你看看这酒 这娶了它你就享福吧你 你干嘛呢你还跟这咳嗽 临走前志辉把自己的配枪送给了周卫国 并承诺今后两军京城合作共同抗日 周卫国乘机向他要点西药盒装备 志辉也很爽快就答应了 看着志辉留下的武器装备 战士们心里都乐开了花 与这些相比 他们自己平时用的就是烧火棍 张楚和李勇更是对他赞不绝口 李勇甚至学会了和周卫国开玩笑 我看见刘影长送你一把好枪啊 摘一样摘一样 瞎摘什么呀 这么多东西还不够仰你的眼呢 这样你可以把这枪送给我 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 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 见过脸皮厚 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 此时的张楚也算是彻底醒悟 终于看到了周卫国的优秀 难怪陈毅这么多年一直等着他 于是主动找到陈毅选择退出 几天后刘志辉的副官就送来大量物资 旅长汤炳全也捎来书信 邀请周卫国进入青园县城 共商抗日大计 李勇害怕这是鸿门宴 让他要谨慎行事 可周卫国早已凶有成竹 不久在杨大力的陪护下 周卫国就来到青园紧备旅 众人客气一番后 汤炳全想要收边虎头山的小心事 也就显露了出来 参谋于得水也出来添油加醋 对于联合抗战的事只字未提 周卫国可不吃他们那一套 凭借三寸不烂之舍 输得两位国军首领无言以对 最后收边仪式也就暂时搁浅 不过汤炳全为人还是很厚道 送给周卫国几百大洋 这种好事他当然照单全收 婉拒了汤炳全留宿的好意后 周卫国住进了越来客栈 而早先就潜入的特战队 已经摸清警备旅的情况 探查到汤炳全治军还算严明 极少有扰民的现象 所以京元县的百姓还是很支持他们 不过刘三却在这里遇到来养的一个汉奸 名叫刘二麻子 在国军的地盘遇到汉奸 肯定是有蹊跷 也是让刘三前去查探一番 原来是秦远警备旅的参谋于德水 早已和日本人相互勾结 这一次就是要暗杀周卫国 当天晚上刘二麻子带着两个日本剑道高手 正准备去周卫国的旅馆对他下手 却不想遇到特战队员的提前埋伏 黑暗里三人被一顿臭打 其中一个日本人被当场射死 刘二麻子也被押了回来 经过审问才得知 于德水刺杀途中临时便挂跑路 才逃过特战队员的拦截 第二天周卫国再次来到警备旅 准备救出于德水这个日军奸细 可刘二麻子一见到他是国军高官 就立马改口翻弓 把自己说成是在来洋卧底的党国忠臣 是周卫国冤枉了他 随身还携带了来洋鬼子的情报 于德水自然也加以协助 唐旅长也相信这是一场误会 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周卫国只能暂时妥协 回到客栈和赵姐商量下一步计划 本想利用刘二麻子抓住于德水 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临时翻弓 现在特战队员也暴露了 周卫国害怕于德水报复 于是让特战队员都撤出清源 顺便把鬼子尸体送去来洋 嫁祸给清源警备侣 到时候汤炳全也只能被迫抗日 不出所料于德水在吃了亏之后 以寻找汉奸的名义准备 强行搜查周卫国的住处 还好刘志辉率领部下及时赶到 两天后赵姐和刘三回到县城 周卫国便交代他们下一步计划 他们得知每个月的17号 于德水要去和日本人接头 便安排赵姐前去抓捕 而刘三的任务还是老本行 负责去于德水家里 偷去他通日的证据 等到一切事情都办妥后 周卫国再一次来到清源警备旅 而这次汤炳全格外热情 原来之前的计策奏效 来洋方面正在集结重兵 貌似要大举进攻清源县 这下汤炳全也急了 想要和八路军联合抗日 在谈合作之前 周卫国把于德水推了出来 并拿出了他和日本人的往来信件 这里面就是于参谋长 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于德水 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你 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 连日本人的事你都敢干 你做 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现在证据确凿 于德水也无力反驳 只能乖乖认罪 至此汤炳全身边的叛徒已处 双方共同商讨抗日大计 大致内容就是平等合作 双方严守各自防区互不干扰 协调配合共同抗敌 回到虎头山后 大家对签订的协议十分满意 他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 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 这份协议签得非常好 但眼下还是要延缓萊阳方面 对清源国军的进攻 周卫国决定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 准备再次进攻萊阳县城 只有把萊阳闹得鸡犬不宁 才让他们无暇进攻清源县 鬼子对萊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胡子 到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二八市 八十二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 两千五百五十公尺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 让他们做好准备 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是 赵金 到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蓝阳县城 把鬼子的通信站 宫殿站 鬼子兵营和行兵队都给我炸了 把蓝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可现在鬼子防守严密 怎么把武器和弹药运进去 却是一大难题 我那个兄弟啊 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 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 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啊 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你每干的一件事 都有人跟你记着战 大哥 我懂 我懂 这个离得久是蓝阳的伪军头目 不过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 他当然知道周卫国的大明 想都没想就同意朱老大的要求 当晚赵杰赶着一辆马车来到城下 顺利将武器弹药运进蓝阳 随后就开始分配任务 重点对鬼子的供电所 通信站 兵营极限兵队进行偷袭 而外围的八路军 用大炮轰击蓝阳军火库 就连指挥部的鬼子也被炸得落花流水 净微文器的大发雷霆 可通讯设施被破坏 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 特战队城的混乱摧毁了既定目标 完成任务后迅速撤出蓝阳县城 可是在清点人数时 才发现刘三的小组没有赶到 所有人都想回去救刘三 稍等了一段时间 周卫国为了大家的安全 值得忍痛命令全部撤回火头山 虽然这次偷袭蓝阳取得重大胜利 缓解了亲缘警备女的压力 可他们的兄弟刘三没能撤出蓝阳 看样子时凶多吉少 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 随后满身世上的刘三突然赶了回来 大家也终于松了口气 原来他在偷袭宪兵队的时候被鬼子发现 随行的战士为了掩护他突围壮丽牺牲 于是他在蓝阳躲了两天才跑了出来 同时他也看见日军集结了大量部队和坦克 周卫国断定鬼子一定是要大举进攻虎头山 虽然已经和亲缘警备女达成合作 汤炳全肯定不会过来帮他们 于是下令准备迎敌 几天后鬼子的先头部队就开进了其风口 离得久也慢悠悠跟在身后 周卫国命令线大队挡住敌人的进攻 看见鬼子闯进了埋伏圈 手榴弹炸药包轮番上阵 连自制的陶瓷地雷也派上了用场 卢振明利用有力地形 层层阻击日军行进的脚步 走 咱们先撤 小鬼儿 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 怎么要等到天黑了 直到傍晚鬼子终于来到离农村 可周卫国的特战队早已恭候多时 等日军刚准备休息就发动突袭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而躲得远远的离得久 干脆让部下放下武器 恶呵呵观赏八路军的枪炮大戏 最后剩下几个鬼子躲进屋里 那就让他们尝尝手榴弹的滋味 日军的先头部队就这样全军覆没 周卫国当然不会为难李的酒 教训一番就放回了莱洋 可鬼子的大部队随后就会赶到 周卫国又该如何应对呢 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 很可能会出动坦克 我们要做好翻腾和战斗准备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不久前 周卫国利用特种作战 消灭了鬼子的心头部队 接下来需要面对的就是日军的坦克 八路军的土地雷对坦克的杀伤力有限 还好从复端毕业的张楚 研制了一种新武器 他把从鬼子那里缴获的榴弹炮 改造成新式地雷 威力可要大得多 张楚把他的新式地雷提前买好 同时周卫国带领特战队员们边打边撤 把鬼子的大部队引进雷区 大家都劝张楚撤离现场 可他害怕出现意外 决定留下亲自引爆 日军的坦克一步步靠近 张楚果断按下开关 引爆了第一个地雷 鬼子的坦克瞬间被炸得四分五力 战士们一片欢呼 可当他准备再次引爆的时候却没有反应 原来是引导线被炸断 这个时候他也过不上危险 日军坦克太近 日军发现后枪头一转一顿扫射 要不是顶了一块钢板 张楚估计要被打成筛子 终于把引导线接上 从王中按下开关 鬼子剩下的坦克被炸得满天乱飞 张楚也被冲击波线飞出去 日军的坦克成为一堆废铁 终于解决了这些大家伙 张楚这回可是立了一个大功 不过随后他就受到双重打击 特战队聚在一起讲述他的英勇事迹 话说这张参谋长 那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 他离炸点太近 他整个人被这气量给掀翻了 等他爬起来的时候 你拖下那个滔梅窑的 形容的不对啊 当时就这样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 就是一口猪 对 别让他拼见了 张楚来到周卫国的房间 自从被陈怡拒绝后 心理意志放不下 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 人这一辈子 大不了就是一死 但有些事不能心里别 告诉你周卫国 我今天要揍你 又是打不过 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 我要跟你拼一把 随后张楚就被揍成了猪头 别说打了一架后 两人的关系有了好转 俗话说放手也是一种解脱 何况陈怡心理爱的只有周卫国 胡头山反扫荡战役的成功 让上级大为赞赏 上级决定 将 胡头山 游击支队 扩编为独立团 还有派来一位特派员 宣布具体的任命 好 好 大家心心念念的张仁杰 马上就要出场了 另外一边 刚村宁次接任华北司令官 他对一个小小的来阳县 竟然驻扎着一个独立混城旅团 大为不解 在属下对虎头山八路军的汇报后 刚村很好奇周卫国究竟是个什么人物 而眼下正好有一份关于周卫国的报告 报告里详细阐述了周卫国的求学经历 他受过高等教育 曾经在德国柏林留学 精通多国语言 具有非凡的指挥才能 连剑道修为也在六段以上 而这份报告正是竹夏俊所写 随后竹夏俊就出现在司令部 为了对付周卫国 刚村命令他组建一支特战队 让我们恨得牙根痒痒的张仁杰 终于抵达了虎头山 看见身为县长的诚意在给孩子们上课 觉得十分不妥 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 这是我们根据弟自己盖的消息 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 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张主任 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 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 我们也基本上知道 他没想到根据弟还知道这些事情 于是脸部红心不跳转移话题 吹嘘自己曾经在苏联军事局院流血 张主任 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行事 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 可以 可惜啊 咱们这没有沙盘 沙盘咱有 到了沙盘面前 他却傻了眼 毫无实战经验的 他一下子就入了马脚 我为了大纵深立体化考战 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 负责清剿虎头山八路军 而虎头山的大练兵也刚好结束 为了检验这几个月的训练成果 周卫国准备带领两个连的战士 去伏击一国日军 毕竟实战才是锻炼部队最好的办法 我准备把射服地点放在这儿 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 中间夹着一条公路 有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 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 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 此时的张仁杰又出来作妖了 他也要求参加伏击 周卫国把原本分给徐虎的一连让他来带 很快日军的满边小队就进入伏击圈 周卫国命令等鬼子的汽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而张仁杰根本不会打仗 看见鬼子就胡乱指挥 早把之前的不指望在脑后 周卫国无奈只能命令支援 最后张仁杰竟然命令战士们一面冲锋 好好的一场伏击战 本来可以做到零伤亡 结果牺牲了好几名战士 周卫国大为恼火 张仁杰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就连李勇也大为恼怒 八路军这边内部出现问题 而另外一边的竹下俊却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让自己的属下送来信件 大致内容是多年未见十分响念 并约周卫国去清源县附近的半山亭见面 对于见面的地址张楚觉得十分蹊跷 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半山亭见面呢 那是昌明权的地盘 周卫国推断竹下俊可能会偷袭清源山 立刻派人去通知晓辉做好防范 现在根本不知道竹下俊的意图 只能让特战队时刻做好准备 当晚竹下俊的特战队就摸进了虎头山 附近设置的暗哨悉数被害 就在他们要靠近石门村的时候 一名战士临死前拉响的手榴弹 驻扎在村里的八路军冲了出来 日军特战队的人数虽然不多 但装备精良火力太猛 幸亏大力和水生带领的特战队赶到 从东西两面包抄 终于压制了鬼子的火力 日军特战队不敢练战 只得迅速撤离 水生很快就追了上去 连续狙杀三名对方的特战队员 随后大力也带着人赶到 对方看清形势不敢练战 在炮火的掩护下突围出去 周卫国检查完鬼子的尸体 他们使用的都是美国货 随后又传来更快的消息 国军驻守的清元山遭到竹下郡的偷袭 伤亡惨重 他叮嘱小慧一定做好准备 防止竹下郡的特战队再一次偷袭 回到指挥部 周卫国命令所有人提高警惕 严守进出虎头山的各个路口 而他则要准备和竹下郡的会面 他命令枪法最好的水生柱子提前出发 水生柱子 你们两个后半也就摸上去 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 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 就要干掉他 然后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明白 水生两人连夜摸上了半山亭对面的山坡 很快就清除了对方的狙击手 第二天竹下郡在半山亭被好茶水 坐等周卫国的到来 而柱子和水生注视着亭子里的一举一动 公本帽不停地观察四周 他应该想不到提前不治好的日军狙击手 已经在昨晚被人干掉 随后周卫国如期赶到 竹下郡惊讶他失去了一条胳膊 简单地寒暄过后 免不了还是要回到现实 站在对面的是一声最强的对手 竹下郡提出和周卫国鄙视剑道 周卫国欣然接受 山上的水生从瞄准镜里看着两人的打斗 突然一道光线一扫而过 水生敏锐地感觉到对面山上还有狙击手 刚才的光正是对方瞄准镜反射所形成 柱子扣动扳机击杀了对方 场中两人比斗阵憨 枪声让竹下郡稍一分神 周卫国的剑已架在他的脖子上 水生用镜子反射光线 引诱日军第三名狙击手出手 确认了对方的位置 随后一枪毙命 周卫国收回了配剑 说到底他的剑道是竹下俊娇的 中国人向来遵世众教 相约战场上在兵戎相见 随后周卫国带着杨大力离开了 狙击手的交锋也让竹下看出彼此的差距 自己的特战队刚成立不久 配备的武器虽然精良 但部下都缺少实战 所以他现在需要的是时间 竹下俊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明知道对面有狙击手 还是气定神仙的端起茶杯 水生却不懂风情 一枪就冻穿了桌子上的茶壶 手下留情想的美 竹下俊从弹道的轨迹看出 对面山上有两名狙击手 随后冷静指挥公本帽 两人迅速躲进了后面的柱子 这里是射击死角 找不到射击角度 而敌人的援军就要赶到 水生和柱子只能选择撤离 几乎被周卫国生擒 竹下俊决议立兵落马 用实战来锻炼自己的特战队 那么首要目标就是清援警备旅 不久过后 国军一团的几个营 相继遭到日军的偷袭 只有刘志辉的三营没有任何损失 庞炳全大发雷霆 当即把团长送到了军阀处 任命刘志辉接任为一团团长 这边虎头山也麻烦不断 村民踩到来历不明的地雷 不用想肯定是竹下的特种部队所为 周卫国当即命令加强警戒 并让工兵尽快扫雷 随后杨大力的一营也被鬼子伏击 怎么被发现的 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 小鬼子竟然灌了水 这一切都是竹下的手段 各竹下俊却说这些其实是缓兵之计 只是为了让自己的队员尽快得到锻炼 周卫国决定联合朱子民干一票大的 目标就是不久前伏击一营的炮楼 可当他们准备借到穿越封锁县时 伪军海长袁大纲的一席话却点醒了他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吃了亏 以贵军的形式 不可能轻易地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同志不断计划有变 原地带命 是 这么简单的道理袁大纲都明白 竹下俊不可能不知道 一定会提前有所埋伏 袁大纲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 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 竹下俊不可能不知道 经过赵杰的再次侦查 果然发现炮楼附近藏有大量的日军 周卫国重新部署了作战计划 把队伍分成四个小队 阳公鬼子的其他三个据点 这一策略打乱竹下俊的部署 得不到对方的主攻方向 竹下俊只能静观其变 可周卫国并不打算干号下去 命令迅速端掉鬼子的两个据点 鬼子又要进山了 这一次是竹下亲自带领三个小队 他们伪装成八路军 利用空降的方式进入虎头山腹地 第一个目标就是赵庄的指挥部 有一名鬼子的降落伞出现故障 下落不明 剩下的35人直扑赵庄 好巧不巧 鬼子的尸体正好被当地民兵发现 周卫国判断竹下的特战队已经进入虎头山 随后战士们也挖到了他们掩埋的降落伞 从而确定了来犯的敌军人数 从空降的位置分析 周卫国知道他们的目标就是赵庄 幸亏在此之前 他已通知陈仪带领赵庄的村民转移 等竹下郡赶到时 村子里空空如也 可竹下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 两个小时以后 他们追上了赵庄殿后的民兵 民兵队长识破了竹下的身份 虚小队为了保护赵庄百姓 一个又一个倒下 此时周卫国的特战队也已经赶到了赵庄 这边战斗已经结束 虚小队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打死了四个鬼子 竹下军也得到一个重要线索 那就是八路军的指挥部设在阳村 他没有为难这些老百姓 反而让他们给周卫国带句话 请转告周卫国 叫他小心他藏起来一百多个箱子 那一百多个箱子就是当初在西关据点 缴获的日军毒气弹 这也是竹下军进山的第二个理由 竹下根本不知道箱子藏在何处 只能通过这种打草惊蛇的方式 逼周卫国有所行动 随后竹下军改变策略 安排两个队员吸引周卫国的追击 他们则掉头直扑八路军团部阳村 周卫国从老百姓的口中得知了竹下的消息 于是一路追踪 沿途还要小心对方设置的地雷 导致无法全力追赶 原为猎户的水生最早发现不对劲 他从树叶的刮痕看出前面通过的只有两个人 链子这么密 每多通过一个人 之夜都会被多挂动一次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 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就算在同一个地方 一个接一个过也是一样的 周卫国意识到这是竹下郡的调虎离山之计 意图就是把他们引离真正的目标 此刻的阳村一片宁静 竹下郡的特战队已经来到村内 就等天黑以后开始行动 竹下郡借着夜色突袭了阳村 李勇听到枪声之道形势不妙 命令机要员携带电台从地道撤离 作战室的重要文件也要立刻销毁 不能给鬼子留下任何情报 眼看敌人越来越近 李勇突然想起作战室里沙盘还未摧毁 上面标注有虎头山的兵力部署 两人准备返回作战室 正好撞上冲进来的日军特战队 警卫员在掩护李勇时牺牲 李勇身中属枪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将手榴弹扔进屋内摧毁了作战室里的沙盘 竹下郡并没有找到周卫国的尸体 也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 此时周卫国也带着突击队来到村口 竹下闻讯后立刻下令撤退 临走时还命人埋下鬼雷 不久以后周卫国回到村部 但他并没有慌乱 竹下郡的偷袭造成包括李勇在内四十七名官兵壮烈牺牲 看着一个个阵亡战士的尸体 大家泪流满面 周卫国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 梁村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周卫国下达了针对竹下的特别命令 第一困底更换部队员有口令 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 第二 其敌 通报下去 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 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十几名战士 虎头山地区全民皆兵 竹下的特战队连行动都十分困难 只好发电给静卫文 让其实是第二次针对虎头山的围剿 日军的两个满边大队以及北军的三个团 分别从太封和蓝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的地进行扫荡 周卫国只能无奈决定 把作战的重心转移到反扫荡 但他也知道竹下郡的目标是毒气弹 于是暗中设下陷阱 假装把木箱藏在一个隐蔽的溶洞中 行事谨慎的竹下郡犹豫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冒险进入 结果两个小队有去无回 在外观察的竹下意识到情况不对 带着谨慎的三名队员迅速逃离 周卫国的特战队紧追不舍 为了掩护竹下郡 三名队员主动引开八路军 最后逃走的只有竹下郡一人 虽然周卫国打赢了这一场战役 可接下来要面对的是 靖魏文的大范围的围剿行动 在正为李勇的坟前 周卫国将那把小手枪送给了陈怡 陈怡会不会像潇雅一样遇到危险呢 夏郡带着三个小队偷袭虎头山 最后只剩下他一人生还 接下来八路军还要面对鬼子的大扫荡 所以虎头山的日子并不好过 首先要解决的是粮食短缺的问题 虽然水生可以组织农户上山打猎 但算来算去还有一百五十万斤的缺口 周卫国打算找汤炳全借粮 一张嘴就要三百万斤 三百万斤 你这个哥哥 可真敢世子大开口 他既然说出的话 就绝对没有食言得到 周团长的为人 您也是清楚的 交换的条件就是帮汤炳全夺回青原山 当晚特战队从后山的悬崖爬上山顶 随后两颗手榴弹塞进了敌人的碉堡 刘志辉带领国军一团在正面发起冲锋 特战队堵在门口收割跑出来的鬼子 两军首次合作就大功告成 接着又偷袭了日军的好几个据点 搞得蓝阳地区鸡犬不宁 而杨大利带着乡亲们突破封锁线 趁乱把仇挫到的粮食运回虎头山 等到竹下军收到战报 他才知道周卫国真正的意图 从鲁中边区学习回来的张仁杰 借着上级的名义在虎头山开展审干运动 他首先把团部的警卫排换成自己人 然后抓了负责电台的机要员张祥福 据群众举报 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境 要不是他通风报信 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 咱们需要真凭实据 他张祥福也没有真凭实据 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 他就是想切断虎头山和总部的联络 接下来他就将矛头指向周卫国和许虎 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 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 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好了我现在宣布 对周卫国和许虎同志 立即执行隔离审查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极力反对 可张仁杰现在身为政委 完全不理大家的意见 他还想拉拢张楚和他一起对付周卫国 可张楚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随后张仁杰却更加变本加厉 他找到周卫国 说许虎是打入八路军的那间 并且利用之前特战队建立的情报网 调查出刘三以前是小偷 也关起来审查 周卫国十分不满 这么做你负得起责任吗 责任我会负的 要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老子有他妈什么问题要交代 干什么 随后张仁杰竟然私自带着队伍 去攻打复兴镇的日军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三营损失惨重 特战队拼死断后 牺牲的六名战士 才掩护他们撤出战场 你为什么拿我的兵的兵 就开玩笑 周卫国你胡说什么 独立团是党的武装 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 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 你把我的兵还给我 虎头山被张仁杰搞得一团糟 这边竹下郡却迎来了自己的小师妹 小林惠子是竹下师傅千叶的女儿 她不远千里来到中国 就是想告诉师兄自己父亲的死因 原来北辰一刀流的刘主小林千叶 是日本反战同盟的会员 准备公开呼吁所有一刀流的弟子不要参军 结果遭到日本军方的毒害 惠子的哥哥也被暗杀 竹下郡听后很是气愤 但他现在身为军人 也是身不由己 只能盼望这场战争早日结束 平安保护惠子回到日本 虎头山被张仁杰搞得一团糟 沈干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来阳 竹下郡分析周卫国一定牵扯其中 不然上次复兴阵的埋伏不可能轻易得手 禁卫文下令集结重兵进攻虎头山 此时的张仁杰却得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 周卫国的父亲是苏州维持会的会长 这下总算让他抓住了把柄 拿着报纸就去找周卫国耀武扬威 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 你父亲周继仙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 你自己好好看看 周卫国完全不敢相信 父亲周继仙一直是他心中的封碑 可现在证据确凿他觉得天都要他了 个人得失融入 对这国家里那是威力最大 而啊自不忠孝担良权 张楚命令封锁周卫国生病的消息 以免被日军发现 可张仁杰却将许虎和周卫国秘密关押在后山小屋 此时竹下军已经带领大批日军赶到其封口 他命令川口大队从正面对阳村发动进攻 自己则带着突击队在后山埋伏 眼看大战在即 张仁杰仍然一意孤行 坚持不肯放出周卫国指挥战斗 命令大部队固守阳村 让陈一带领群众从后山撤离 正面的日军攻势猛烈 战士们死伤惨重 而护送群众转移的县大队 却遭到竹下军的埋伏 几乎全军覆没 队长汝振民也牺牲了 陈一不想当俘虏 准备开枪自尽 卫国 用别了 竹下听到他喊周卫国的名字 打掉了他的手枪 周卫国是你什么人 不知道 就这样陈一被竹下军抓走 张仁杰除了死守根本不会指挥 张楚要求他立即释放周卫国 可他仍然不肯答应 无奈张楚只得派赵杰 去找朱子明和刘志辉球员 让他们攻打兵力空虚的来阳线 只有这样鬼子才有可能撤兵 经过刘志辉的苦苦哀求 汤炳全才同意出兵 不久以后清援国军炮轰来阳 而突围出来的特战队 也在周边给鬼子致命打击 靳卫文不得不电告竹下军 让他带领部队迅速回防 张楚得知陈怡被抓走 十分着急 临行前告诉杨大利 尽快把虎头山的情况报告给上级 在半路再次遭到竹下军的埋伏 张楚壮烈牺牲 警卫排无意生还 刘志辉和朱老大强攻来阳 迫使竹下军带兵回防 刚回到县城 陈怡就被靳卫文强行带到县兵队 正准备严行拷问 还好竹下军及时赶到 把陈怡带回自己的指挥部 他并没有为难陈怡 反而让自己的师妹和他住在一起 保护陈怡的安全 刘三偷偷前进后山小屋 想带走周卫国 我正跟你走了 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 还是要挽救独立团 挽救虎头山 刘三只能说出虎头山的境况 面对这样的局面 周卫国再也坐不住 没想到刚出门就遇到张仁杰 周卫国 你要畏罪潜逃 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 逃跑是吧 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 三人就这样被带回团部审问 张仁杰甚至要以 畏罪潜逃的罪名枪毙周卫国 幸好赵杰带人及时赶到 控制了团部和张仁杰 并用电台和上级取得联系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 兵变 这是因为考虑到后果 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 张主治不到你这么做 张仁杰已经牺牲了 陈一同志也被捕了 周卫国还未来得及伤心 杨大利就从张仁杰身上搜到了电报 原来上级前天就传来消息 命令停止审干运动 可张仁杰一直封锁消息 致使虎头山遭受巨大损失 不久上级安排的特派员来到虎头山 正是和周卫国当年并肩作战的秋名 随行的还有周卫国的哥哥刘远 我是来告诉你 我们的父亲他不是韩姐 当年苏州城龙县之后 他是忍辱负重的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 原来周济先民意上是苏州维持会会长 暗地里一直帮助两党抗日 周老先生忍辱负重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 众人都为这种精神所感动 周卫国也终于解开了心中的枷锁 身为军区副参谋长的秋名正式宣布 周卫国恢复原职 张仁杰则被调回军区接受调查 特战队本想沿路护送 可张仁杰还是顽固不化 拒绝了周卫国的好意 结果在赶往军分区的路上 遭到竹下军特战队的伏击 负责护送的警卫牌全体牺牲 张仁杰被捕 周卫国还好吗 拜你关照 他当然好 你说的我不明白 周卫国的父亲 不就是你们苏州维师会的会长吗 就这样周老先生身份暴露 此时身在苏州的周继先 正在帮田靖将药品运到前线 听田靖说周文和刘远都参加了八路军 很是欣慰 这边周卫国也紧急联系江苏狄公伟 本想通知父亲周继先迅速撤离 但苏州的同志还未来得及行动 日军宪兵队已经带走了周老先生 并故意贴出告示 明确表示将人关押在宪兵队 两党的高层都顾及周老的安危 准备组织人员营救 周卫国得知消息 觉得这就是日本鬼子的圈套 他们明白鬼子就是想利用布告试探 如果真的有人去宪兵队营救 那就坐视了周老的身份 我们的父亲向来坐视谨慎 不会轻易暴露身份 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公双方都有关系的话 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 就会展开营救 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 我刚肯定 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 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于是赶紧向苏州发报 让他们暂停营救静观其变 可国君那边无法联络 救援行动还是得以进行 最后果然落入鬼子的圈套 随后周老先生就被押送前往莱洋 周老先生被捕 竹夏俊前来拜会 他并没有劝降 而是以魏国好友的身份来探望 离开时嘱咐公本保护周老和陈怡的安全 随后竹夏俊带领特战队摸入虎头山 他料想周卫国会去莱洋营救父亲 到时候八路军总部兵力势必空虚 但这一切都在周卫国的意料之中 所以他把大部队留在了虎头山 保护团部的安全 丘明更是为了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 果断放弃阳村退入深山 这也导致竹夏俊偷袭的计划落空 竹仁杰终于见到了周卫国的父亲 公本猫告诉了他真相 要不是你 我们还挖不出 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奸细 大日本皇军要感谢你 张仁杰此时才如梦初醒 是自己冤枉周卫国 导致了周老先生被捕 周卫国 我张仁杰对不起你 你听见了吗 我张仁杰是个混蛋 可一切为时已晚 随后被鬼子执行了枪诀 不久以后在刘志辉泡营的掩护下 三兄弟来到城下 周老先生也被带上城楼 禁卫文本想让他劝详周卫国 见到久别的儿子们之后 周济仙很是欣慰 爹 我一定把您救出了 日本人以我封诸残念之躯 为诱饵 你竟甘心上口 知其不可为耳为之 你难道忘了 为父说过的话了吗 我靠近去日 我儿还家时 上马杀敌 方险 胆儿分色 你们听着 不要以我为孽 保卫家国 我寇愁今日 我儿 还家时 周老知道 他现在成了孩子的软肋 毅然决然地跳下了城楼 禁卫文慌忙下令 抢回周老的遗体 周卫国伤心欲绝 但鬼子援军已到 刘远拉着两兄弟撤出县城 而在虎头山的竹下军听到此消息 当即决定撤回蓝阳 禁卫文听从公本的建议 将周老的遗体挂上城楼 而竹下军则劝他们最好 别这样做 因为一定会激怒周卫国 而高傲自大的禁卫文则完全不放在心上 山东军分区电告虎头山 要求不惜一切代价 抢回周老先生的遗体 清远警备旅也接到上级同样的命令 第二天 禁卫文就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虎头山外围据点的日军全被割去头颅 以同样的方式挂在城墙上 巡逻的鬼子也遭到偷袭 蓝阳城周围不断传来日军被图的消息 禁卫文收拢大部队严阵以待 准备死守蓝阳 而竹下军却拒绝调用特战队为他所用 随后周卫国又联合刘志辉的一团 不费吹灰之力 收复了日军兵力空虚的赵庄和郭震 周卫国这一招声东击息让禁卫文大为恼火 可是当天晚上周卫国又带着特战队轻松混入蓝阳 抢回了父亲的遗体 等禁卫文赶到时 城楼挂满了鬼子的尸体 直到此刻也只有竹下军才能看懂周卫国的用兵之道 首先拔掉县城外围的鬼子据点 然后联合清源警备旅制造要攻击县城的态势 等禁卫文从各处抽掉兵力回防蓝阳的时候 他们迅速拿下赵庄 此时鬼子以为他们这时要声东击息 周卫国又来了个反客为主 潜入蓝阳抢走周老先生的遗体 日军再次对虎头山进行围剿 周卫国也提前制定了应对策略 他打算把特战队拉到平原地带 以统筹指挥整个蓝阳县的反扫党工作 周卫国带队来到西沟村 这里是进出蓝阳县的必经之路 恰逢日军战地参观团路过 这可是一块大肥肉 全都是位级以上的军官 看着他们慢慢进入口袋 战士们喜笑颜开 在榴弹炮的一通轰炸后 鬼子被打的落花流水四处逃窜 水声和柱子的狙击枪枪致命 杨大力架起重机枪疯狂扫射 就这样鬼子的战地参观团全军覆没 晋卫文得知消息 立刻抽掉兵力前去查探 可五百多人的大队还没进村 就遭八路军地雷的轰炸伤亡惨重 晋卫文分析这伙人配备有重武器 还有虎头山特有的陶制地雷 肯定不是一般的地方武装 极有可能就是周卫国的独立团 此时的周卫国并不打算撤退 他给虎头山的刘远发报 表示自己要在西沟村继续牵制日军的主力 让刘远清除周围日军防守薄弱的据点 他这是要下一盘大棋 日军的无线电监测系统也捕捉到这信号 却任何虎头山团部电台的信号一致 晋卫文时分兴奋 终于查到了周卫国的下落 随即打电话给竹下俊 请求一同前往剿灭周卫国 这可能是竹下唯一能打败周卫国的机会 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 照顾好你 是竹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 这边周卫国已经行动 他把特战队分成两组前后突围 成功跳出了鬼子的包围圈 日军指挥官还以为突围出去的只是一小部分 直到竹下俊赶到后 才发现村内早已空无一人 竹下俊命令特战队追赶 第二天天亮 就在阳村附近 周卫国在此埋伏 利用水声和柱子在后面骚扰 一步一步把竹下引入八路军的包围圈 在炮火的覆盖下 竹下俊发现自己陷入绝境 他命令士兵举了白旗 随后认真地整理了自己的着装 带着两把剑跳出战壕 周卫国 我期待的有一天 给你做个了断 谢谢 你给来我这次机会 在两人摆好比剑的架势后 让周卫国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竹下俊硬生生砍掉了自己的右肩 他想要和周卫国公平一战 可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陈怡被刘志辉救了出来 朱子明为了掩护他们不幸牺牲 1945年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而三兄弟为了自己的信仰再次分离 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 你我随即化地绝交 感谢观看